消息三,適合所有人類種類,2001年3月27日開賽俄比亞日曆,或2009年4月5日歐洲日曆發布,此消息是最終執行順序,是一個操作決定,是要實現兩個消息,消息一,消息二,根據他們的核心決定。 新聞,仔細閱讀郵件,當你給人,你必須給所有頁面,不要減、加、改革,如果你這樣做,你將受到懲罰。 自由批語,就好像我對你所做的一樣,那些心甘情願感給你的人,你只能接受你的支出。 傳真、郵寄、釋放他,在互聯網上、網站等。在雜誌、報紙上打印出來,廣播、廣播、電視等上播放。 對於那些從不按照消息命令做的人,從訂單清單中讀取他們,就受到什麼懲罰? 無人是被禁止的,做好責任。無論是領袖,還是個人,都是按照他們的真誠和悔改行為來衡量的。 每一個善舉,由簡單的位行動開始。 祝你讀一本可以理解的。介紹,給我們祝福他的名,一切的創造者,存在並創造了我們所看到的所有星星。 祝他見到他們像沙子,祝他消除他們,再次,祝他存在。 祝你取他與誰比較他?祝他無處不在,祝他使,一切都是,從無都有。 祝你,人類的種族,祝他給你,從土壤,你站在哪裡? 祝你,人類的種族,創造的一切,並令他們成為成日讚美祂的名,並給予榮譽,因為祂的神聖的名態。 我,祂深犯了罪的博人,讚美祂的名,一個最浸泡的靈魂。 我,有這條信息的內容,告訴所有個人,政府,社會,國際組織,大陸,途個人,國家,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和所有。 他們,誰居住在地球上的所有面孔? 他解釋了,他們如何去,要受到懲罰,根據決定,在兩個信息,很久以前,由全能的上帝,前兩條信息都是由我們的創造者和拯救者,全能的上帝發送給你的。 所有以前的同這個信息來自他的判斷呼吸。 參考前兩條信息我寫的信息,不是在我的本性,但全能的上帝靈性指導,並用其他人意同命令。 此信息不是作為新信聚來的,而是為了給你了解前兩條信息的執行方式。 他們是怎樣做的法?將做什麼?還有哪些工作要做?懲罰會有多嚴禮?如何實施?誰受了很多苦?誰可以? 誰會輸?誰能逃脫即將來的災難?誰不會? 所有國家、政府、全世界人口是怎樣接受的? 信息深入到我們所有人的心?誰阻礙了消息的牌?那些做人受到什麼懲罰? 詩篇97、98、148。 從這些消息中,你將獲得詳細的指導和對兩條消息的描述性評估。 在此之後,你將得到一個實施決策,將是要做的。 剩下的男人和女人,亦或全世界人口,他們的精神和世界指導,從哪裏得到? 從他們要被治理和打理的地方,以及如何做到呢? 每個國家都,政府和個人的命運如何? 每個人必須做什麼,來拯救他自己,他的家人,還有他心愛的人。 所有問題,將得到適當的答同指導。 如前幾頁所述,此消息是行動決定,而不是警告或建議決定。 詩篇18、19、7、14。 所有人類種族,聽著。 勸告、迫白,讓你悔改,努力的時候,把所有罪人轉回神的恩典之手。 沒有結果,一切努力都過去了,7500年過去了,所有的試驗,要整個世界,回頭,他們的創造者全能的上帝的根據,沒有作出結果。 一切努力,無事可走,滅是營再繼續。 全能的上帝,等待,與愛和耐心,但人類的答案不是悔改,而是笑,侮辱和忽視他。 正如你今日所看到的,我們的星球正在移動,其嚴重的疼痛和痛苦,是最初的症狀, 他不像你說的敢令人擔憂,但決定性的日子即將到來,帶走所有人類種族,毫無準備。 因此,神的人,特別是牧羊人,必須給予,靈性指導,根據全能的神的必經和命令。 當破壞,變得嚴重,鄉親們會害怕,都會震,所以我們所有,誰兼負著責任,必須指導我們的老豆羊。 我們必須向他們展示正確的方法,並勸告他們,要自己,從山羊分離。 那些,誰已經給予牧羊人的責任,必須知道,心甘情願,我們有義務奉獻自己,為牧民,我們提高緊。 全能的上帝,擁抱所有年,在所有時間,他判斷和居住,判斷,並給他的真誠,和正確的決定。 因此,他這樣懲罰,建議,並顯示了我們所有人正確的道路。 我們的父母,主,沒有比較,因為他的愛,對人。 當我們的意思是說,他要我們,他並不意味著,只是說,說,但在現實中,我們目睹了,他為此付出代價,為了我們的愛。 他黑制,不消滅你,五五零零年,不裂癲哥倫比亞省和二零零年, 是,他表現出,他的憐憫,安全守護我們的恩典,與父愛。 他監視自己心,為了自己的愛,將靈魂給了我們。 那麼,你拿他和誰比較他? 在很多年,幾十年,幾個世紀,他都派他信任兒子去勸告,表演,教導和警告你,不要和魔鬼一起死去。 你到罪,你學會了,仍然學習,從他魔鬼。 那麼多教皇,牧師,執事,全能的上帝的博人阻礙,告訴你真正的道路,但作為回報,你做了什麼,是他們身上? 是,你殺害,監禁和折磨他們。 我們人類是大膽的,要反血淋淋的罪,所有的先知,使徒和全教士,都被我們血淋淋的北人持隻手所噴射。 記得,並深刻地看到他,我告訴你,你完成了,沒有更多的時間,沒有更多的日,一切都完成了。 傾聽所有人類種族,你被全能的上帝祝福,你的心水是合理化的,壞的又好的。 你被賦予了,打理所有生物的權利,這些生物都生活在你周圍。 為何你奉獻自己,為壞的不明智的行為,激怒了全能的上帝? 為了這個消失的世界,你為權力,金錢和榮譽而生奴。 你沒有見到什麼? 那些,曾經,誰是國王,受人尊敬的領導人,夫人,他們現在在哪裡? 生命記,三十二,全部。 用一些時間,為了生活,他們辛勞了太多,他們去了,離開了,他們積聚了什麼? 浪費了他們生命中的時間,從來沒有幸免他們。 他們走了,留下了他們積累的財富,他們的夢想,職權力和貪婪。 那些,不向伴侶學習的人,他們轉向了腐朽的土壤,他們似乎將他們的靈魂,放在今天,心犯罪的人。 今天,我們看到同樣的邪惡行為循環。 我們的領導人,周長,實業家,將軍,婦人,安全首領,一般來說,那些侄詞著的人,在人類的肩膀上,都做著同樣可恥的仇恨行為。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白天,我們所謂的受人尊敬的領導人,他們居住和判斷,並決定他們公民的命運,其中,他們統治。 但在晚上,他們不想睡覺,感謝,感謝他們過去的日子,晚上他們要過去,但恰恰相反,他們徘徊,尋找女巫,邪惡演員,上士,同星座大師等。 他們跪下,黑球知道,他們未來的命運將是甚麼。邪惡的做者知道,我們星球上的每個領袖都是他們的腳下。 因此,他們會告訴他,他們知道他們,甚至進一步決定他們的命運。 是每天的情況,涉及我們所謂的國家領導人和國際組織。 這些邪惡的做人,和女巫,是服務,很短的時間,那些誰跪下給他們。 但最後,他們倆都會下地獄,作為他們最後的命運。 對於所有這些罪行,違反上帝的要願,1998年11月7日,埃塞俄比亞歷的第一封郵件, 2000年5月27日,埃塞俄比亞歷發的第二封郵件, 我,上帝的伯人,把信息,發揮所有生活在地球所有面孔的人類種族。 我告訴他們,我父親告訴我的,命令我告訴,但沒有聽到, 每個由領導到他的軍人,都笑了,侮辱了,消息,和我,他們將他算作什麼,一個人,就是我。 周長,科學家,學者,將軍,各個領域的醫師,實業家,百萬富翁,億萬富翁和工程師, 所有的行星決策者,從來沒有給他一個價值,兩個信息。 兩條信息都發出了警告,受到嚴厲懲罰的時候,但沒有人給他一個價值, 大家,甚至沒有抽出一些時間去閱讀他。 當消息告訴最初的痛苦和疼痛開始獵, 整個世界,在三個月之後的最後消息出現。 今天,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世界經濟正陷入危機,金融危機,衰退,赤字,經濟衰退, 所有這些都成為即將來臨的大火洪水的症狀,對每一個人類活動都一樣。 當你機智的時候,大自然的洪水,風暴,地震,雪,炎熱的天氣,都在排練,帶你離開這個世界。 為了這種最小的症狀,全世界都在給予,轉發,一個將來解決方案,但沒有什麼成真, 每一個都會解決,會變成一場惡夢,仍然沒有人悔改,他們仍然堅持他們最初的立場。 是他們正在做的,並試圖承受他。直到這些時候,沒有領導人,沒有負責任的組織,或國家提到, 他的人民,關於兩個信息。簡單地說,他們掃諸於忽視,對人民隱瞞這個真相。 儘管如此,他們都是給他們的人民一個虛假的復甦希望,永遠不會成立。 他們站在,人口面前的障礙,持有這些信息,為各種人類所識。 所有這些信息,必須為全人類所謂。至於我,即使,我過著赤貧的生活,被所有忽視, 我總是堅持,批評和仇恨,服務,我的老闆全能的上帝,並告訴他的信息。 我不阻惑介意,所有消極。 態度,我為我的上帝服務,我的救世主。 我是一個遊递員,一個人超越些,我從來不想說這麼多。 你們都知道,我沒有提到我的名,因爲所有在圖的人,要注意,只注意信息。 如果我告訴你,我對全能的上帝是什麽,我知道多少,我知道你會害怕。 沒有人相信,想像,或認為,如果我告訴你,什麽全能的上帝我的老爸給了我。 直到推,我不會這樣做,給他,他自己告訴你,你被人類聽著。 在教學,批評,懲罰你,很少措施,全能的上帝有做到,不少於7500年。 但誰聽到他,沒有人。 他覆蓋了這幾年,與父親,內心,和無憂子的憐憫。 那些獻身的先知,使徒和那麼多教皇,牧師,執事和父親, 為了全能的上帝的要,都為你們生活,生活和悔改,而奠定生命。 對於這些獻身精神的戰士,沒有人注意他們。 沒有人,我們都追趕他們,侮辱他們,折磨他們,殺死他們。 我們只是看到,並計算他們,作為沉默安裝。 他們化血,哭一,用汗水,鮮血和淚水浸透了土壤。 最後,他們永遠離開,我們與他們的心愛的父親,驚訝和驚慨了我們的敵意。 他們深深地打爛他們的心,為我們的罪哭一,他們已經離開了永遠。 當時的所有邪惡行為在規模和圍道上都增加了,覆蓋了我們星球的所有面。 以不可古良的內心,上帝克制,不消滅我們。 一旦全能的神靈走出去,他永遠不會回來,除非他這樣做,什麼是信和命令,由全能的上帝。 在7500年度要非常有耐心,最後,全能的上帝決定,送他可憐的仆人,到各種人類,是我他信任的兒子。 在1998年11月7日,埃塞俄比亞日曆,我被命令告訴你第一個,最後一條信息,我做了,按照他的命令,我將他發送給了你們。 是用達姆哈拉文寫的,我向17個主要州領導人發表了講話,但是沒有人給他一個價值,甚至不認為他,作為要看到的東西。 在2000年5月27日,埃塞俄比亞日曆,再次為最後和最後的決定,我被命令告訴你,並警告你,最後一次,我有做第二次。 在最後一刻,最後一條警告消息向你地表明了,透過顯示症狀,是告訴前兩個消息,你清楚地看到他,他以未穿什麼,你的經濟和你的金融系統變得瘋。 然而,這些最初的疼痛並無讓你感到警告,就是為何這個最終果斷的行政命令,為最終全面行動發佈,並下令。 所以,你會看到他,他以未穿什麼。 在之前的兩條信息中,全世界的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和方式看到了他。 人,在所有部門有四種觀念方式,以解釋,詳細於以下段落。 阿當和何萬個兒子,你正迅速走向你的毀滅,在那裡沒有人拯救你。 你被告知好多次了。我自己,恨求,並盡我最大的努力,沒有,這麼多全能的上帝個兒子,建議同試圖說服你,從你迷失的黑暗方式回頭。 但你不接受他,而是你忽視,起視,並營調他。而不是使用,建議,和消息,你被好多人試圖知道我的鼻子同明。 你從中得到什麼?當時到來的時候,你會看到我,用你的眼,在一個赤裸裸的一天。 所以,不要阻礙這道東西,但你應該只看到的消息,記得我什麼都不是,但這個信息對你是最珍貴的。 你們這些人類,你失去了所有的日子,將這麼多的藉口,你的一些原因之生,其他這麼多的原因。 你以你的疏忽馬,你一定用的時間,留走了。好少有男人和女人回來,悔改,要自己安頓是他們心愛的老爸全能的上帝的安全手中。 但是你,說對了,就丟了。我再次清楚地告訴你,你完全失去生存的機會。 我好傷心,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你必須知道門有關上。 大門,已經打開,不少於7500年,現在完全關閉。 那些被選中的人,由我們的聖父聖靈那裡得到了他們密封的身份。 但你是魔鬼的兒子,你失去了他,你必須,而且應該看看你最終的命運會是什麼樣,時間已經到。 你有開始,你最後的墓地之旅,正如我們都見證的,你們的經濟衰退,金融危機,衰退,赤字和各種經濟危機,都在考驗你們的抵抗力。 當你嘗試,這麼多將係解決方案,你不能,收復任何可見的結果。 從2008年9月起,在幾個月內,我們聽到這些症狀緊來自美洲和歐洲國家,他們的銀行,不包括保險,有損失近3萬億。 關鍵銀行,都失去賣,並破產,同樣作為鋪店。 你的快女阿拉伯銀行,都損失賣2.5萬億。 還是連續輸? 你必須記住,並相信,這種向下轉運動,永遠不會停止,不能避免,你的夢想。 這場危機將繼續在所有領域,深刻和嚴重的影響,直到你完全融化。 你的救助措施是什麼?刺激方案是什麼? 美國巴比倫在重臨時間,保釋7000億。 在奧巴馬時間819億,英國人兩次保釋900億。 德國兩次,先是4700億,然後是500億,中國紓困5700億。 俄羅斯紓困280億,法國紓困180億,韓國保釋300億。 澳洲紓困140億,加拿大數額不明,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未知根牙。 其餘的發展中國家,承諾由200億至100億。 他們都由聯邦儲備中保釋出來。 你所做的一切都沒有產生任何收益,都從未避免過所有的毀滅。 你相信自己的知識,財富,並把系解決方案和計劃。 你夢想著阻止危機,你相信你的把系解決方案,一切都會成為惡夢,你會失去比你預期的更多。 慢慢地,你活潑的引擎蓋將被消耗,不同類型的破壞力。 所有危機領域,將惡化百如倍,沒有呼吸的時間將蓋你,所以你會慢慢去你的地獄。 全能的上帝說出了,他永遠不會回來,直到做,他的人願和命令注定要完成,直到他的每些完成。 世界上所有的大國都依靠他們積累的金錢,黃金,坦克,噴氣機,核能,工業數量,輝煌的船隻,火車和基因工程食品。 因此,擁有所有這些財富,他們信任,魔鬼大師,所有罪的工程師,彷彿給了他們。 因此,他們將它作為他們的法則,和生活方式,什麼魔鬼教他們,好像索多姆的,通姦,哪種民主制度禁止通姦? 所有的超級大國,以及他們最幸運的人,都將它作為他們國家的權利。 今天,當我們的夢想開始變成夜馬時,他們仍然沒有回頭。因此,由於這些,他們最後的死亡過程開始了其勢頭。 今天的正狀是萬能的上帝戰士的彩排。但真正的戰爭就在你家門口,面對你,它看起來像什麼,你會看到它,會有多嚴重,沒有人想像。它超出了人類的判斷和概念。 所有經濟部門,社會活動的所有部門,所有軍用機器,所有行業和所有服務部門,一切,你所依賴的,都會完全和持續地蒸發,沒有什麼會保持不變。失業率會比你預期的要嚴重得多。 讓我們看看我們的聖經中的一個例子,是關於諾亞的。 在他的時代,諾亞是一個真正的值得信賴的上帝的人。 一天,全能的上帝命令他造一艘船。 他接受了全能的上帝命令,開始建造一艘船。 在這次造船活動,周圍居民都很驚訝,因為諾亞是一塊沒有滴水的陸地上淡造。 他們笑了起來,還說笑話,從他們建造船的整體活動中。 記得,他們告訴他們真相,他們將避水消滅。 但是,沒有人聽到他們說話。 他們完成,全能的上帝立即將船上所有種類的動物, 最後命令諾亞進入船內。 之後,他們按照命令,然後全能的上帝關閉船門由外面。 然後,全能的上帝命令與水傾瀉而下。 雨開始傾瀉而下,覆蓋了大地的四面天。 那些少有開玩笑的男女,從來沒有注意過, 而是他們跳舞、空間、喝酒。 但低谷所有這些傾瀉大雨從來沒有停止。 然後,水位來到他們的空口, 只是此時,有些人從失明中醒來。 但他們是一無事因的,他們無法忍受希望。 像以塞亞二十四,所有。 時間已到。 考慮他們迷失的方式, 沒有時間給他們,在很短的跨道水位來到他們的撥紙。 然後,絕望的聲音開始被聽到。 然後,尖叫和哭一,生存。 但沒有什麼來拯救他們。 因此,他們永遠去毀滅之後, 新時代開始出現, 諾亞和他的家人, 以及全能的上帝拯救的動物, 開始了他們的新生活。 我們時代也是如此。 區別在於發生幅度和發生時間, 以及行動的影響。 你應該知道當日的懲罰是諾亞時代衡量的千倍。 所有人都知道, 面對你的行動將完全消耗你,直到你跪低, 破壞性行動永遠不會被任何人類手段和智慧所阻止。 正如兩條信息證實的,悔改的時間完全減少緊, 但沒有人注意它。 沒有人,是什麼被你盲目於你的創造者, 命令和人肯? 做什麼合理化消失了? 至少我們可以提到六個被你蒙蔽的理由。 1. 沒有尋求真理的心水, 一火永不決定心, 以真理的充實為根據。 2. 我們的真理充實不是法治內心的, 但我們淡做就好像一個信徒, 或我們將祂作為一個定制的和報道的基督徒。 3. 要崇拜全能的神, 我們必須這樣做, 正如祂教導我們一樣, 祂必須在真理和精神上完成。 但恰恰相反, 我們從來不會如上文所述, 因爲祂需要身靈的奉獻, 而不是你的奉獻。 4. 我們回報, 神的話語, 撤手先找到真理, 信仰的充實, 從聖靈, 流動像泉水, 如果你做了這些你的願望, 對你有用, 將被添加。 但我們改變了萬能的常術話。 上帝, 魔鬼的話, 祂說, 首先尋找金錢, 財富, 權力和奢侈品, 並添加祂, 去同通姦, 雞姦, 然後這樣做, 你會感到快樂, 是祂, 什麼一般人口行使? 5. 建立和維持我們最後的避難所, 神的方式, 全能的上帝, 我們的父親, 派祂值得信賴的仆人, 並讓我們知道, 我們在做什麼罪, 我們行使什麼罪行和罪, 所以基於我們迷失的方式, 祂建議,警告我們灰袋, 但是沒有人聽到祂說話。 相反, 我們轉過面, 反對祂的仆人, 我們殺害, 折磨, 折磨和拘留祂。 6. 在我們合理化的頭腦上, 而不是做全能的上帝所開心的事情, 但我們把自己轉向貪婪, 轉向物質利益, 轉向對金錢, 財富和權力無盡的願望和願望, 我們忽略了祂的人去的行之和命令, 我們搬家去崇拜我們的知識。 如前面在消息一和消息兩中所述, 金錢, 權力和知識取代了全能的上帝, 他們自己都變成懷上帝。 各種人類都渴望, 由仔時代到晚年, 為了金錢, 知識, 物質利益, 都為了過上奢侈的生活。 沒有人想到祂的創造者, 全能的上帝, 至少一秒鐘, 相反, 祂遵循祂天下的願望。 正如我從一至六, 我們迷失方向的原因, 當全能的上帝批評我們, 我們永遠不會接受祂, 甚至進一步, 祂並無要我們悔改, 那麼, 我們在生的價值是甚麼? 對於你在日常生活中面對的任何爭議, 你將上法庭解決, 在法庭上, 我們都知道, 還需要很長時間或很短的時間, 經過這麼多判決, 並跟蹤最終決定將透過。 如果你對判決不滿意, 那你將上訴到上級法院, 但是, 如果再次決定反對你, 這麼明顯, 你沒有任何其他機會, 上訴, 因此, 執行最終決定將是最後的行為。 正如我們世界性法律和秩序的例子所說, 同樣是做, 面對全能的上帝的章, 命令和命令。 在1998年7月3日開賽俄比亞歷法上, 關於各種人類的命運, 作出了第一個決定, 但全世界都不接受。 因此, 第二次根據上訴級與上訴機會, 我們全能的上帝再次看到了上訴, 許密封的第一個決定是正確的, 他的兩個決定作為最終沒有上訴。 第二項決定是在2000年9月27日開賽俄比亞歷法上作出。 經過所有這些程序, 很多症狀表明, 他的決定意味著什麼。 現時, 最後, 決策的最終執行順序已經做出。 那麼, 現時, 你可以去哪裡? 那些收到兩條訊息的人去追尋我, 那麼多人說, 問, 他是誰? 是誰給他講這一切的? 他有什麼力量? 沒有我的答案, 他們自己將我算作一個精神病患者, 或好像我是惡夢的受害者, 那麼多人說所有這些, 無效的話, 他們仍然堅持說一片又一片。 對於這些男女來說, 最好將注意力集中在信息的核心內容上。 如果你這樣做, 他可能對你有用, 和你所有的相似之處。 至於我, 在這兩個消息, 我已經告訴你, 我是什麼? 我再次告訴你, 我是一個貧窮的開賽俄比亞公民。 我沒有任何知識, 你可以信太, 在每一個領域, 你可以給他一個價值, 我沒有任何價值。 但至於你的問題, 誰給了你這些? 答案是, 正如我多次告訴你的, 我是一個簡單的伏人和全能的神哥仔。 他命令, 並給了我, 命令, 傳達的信息, 你們所有人類種類。 對於你剩下的問題, 你會看到, 當時間到了, 如果你生存, 都傳遞即將到來的地獄給你。 我是個精神病患者, 好呀! 給他, 正如你所說的, 我是一個精神病患者, 為你, 但對於全能的上帝, 我是他信任的兒子, 是所有我。 案件都結案了。 為了給你了解這些消息和執行等的操作, 基於前兩隻消息, 將作出實施命令的最後執行決策。 同時, 條信息專門展述, 使所有人類種族都清楚, 而且, 告訴你, 最後一個不屈不撓的行動計劃, 將執行, 世間上等的每一個國家, 和整個社會。 因此, 全能的上帝的個個都信任兒子, 接受以下建議仔細閱讀兩條消息, 並仔細閱讀此決策實施消息, 並參考一切, 這會發生。 這些信息是一個眼罩, 可以幫助你, 規模, 衡量和看到一切, 和災難的隱約, 是採取和面對所有人類的方式, 除了全能的上帝的人。 對於那些盲目被世界性的事情爭辯, 不阻礙他們, 他們有忽略所有的建議, 他們會看到他, 意味著什麼? 今日所有的州,政府,領導人, 知名人士,國際組織,企業領導人, 所有富裕國家和一般民眾, 閱讀消息, 如果你喜歡, 你可以將它作為一個垃圾。 我告訴你, 你們這些敢於敢做的人, 都會死狗淡被刑。 記得, 我是全能的上帝的一個值得信賴個兒子說的。 對於我所有的長輩, 兄弟和姐妹, 所有值得信賴個兒子的全能的上帝, 你們, 神個兒子, 誰散了, 在地球的所有面孔? 記得這些信息, 全能的上帝, 是你爸爸要做的事, 都記住, 在未來, 你將成為現場的見證人。 當上帝的所有敵人都去, 要處理, 消失像一個墓, 我確信你會成為他們的歷史出納原。 聽你們全部, 上帝是偉大的, 他就是他, 誰像他? 沒有人, 你全能的上帝的羊, 你會被尊敬, 你會被祝福, 你會充滿無盡的喜悅。 你將繼承所有的行星財富, 你將與他祝福的大家庭生活在一起, 是你爸爸全能的上帝的樂言。 今天你是垃圾箱, 什麼都沒有, 如果你將自己與魔鬼的兒子比較, 很簡單, 你是垃圾和垃圾。 但明天你會生活在主的恩典, 在那裏他們將消失, 與他們的家庭像融化的冰和霧。 所有的信息都是由我的慾望, 而是全能的上帝的命令而寫的。 爭論的時間,已經過去了。 那些時代, 所有基於信仰的辯論, 現在已經停止。 現時, 我們全能的上帝, 是我們的父親已經決定與密封他。 因此, 在你得到這些信息之後, 全能的上帝的所有力量, 戰士們, 將立即去行動, 完成全能的上帝的秩序。 現在一切都被封住了, 抹時間了, 門關上了。 那些有進入的人做出最好的選擇, 因此他們逃脫了。 但是, 你是一個無情和固執的人, 他相信無限享受和反罪, 將永遠被抹去, 沒有留下任何恨, 因此你將成為歷史。 1. 對於所有的信息, 什麼是人民的態度, 並基於他們的感知接受, 他們看起來像什麼? 他太長了, 並不清, 人類從哪裡開始生活, 在地球上的所有面孔。 利用環境, 地上與所有生境, 他發展了這麼多的野、者。 使他, 利用野生的性質, 為他的日常利益。 透過時間跨渡, 他創造了很多文化和法律。 當全能的上帝, 決定同時阿當同優, 從土壤, 要他們再生, 都命令, 他們應該活在他的榮譽, 再吉納, 但他們沒有舉行太久。 所以, 萬能的上帝命令要求他們遵守他, 但我們的父親阿當和我們的母親黑萬不能保持和服從全能的上帝規則, 並履行他的呼嘯, 他們違反了魔鬼的建議, 他們的法律。 你到這種不服從, 死亡進來了。 根據所犯的罪行, 全能的上帝已經決定, 被人類種族為每天的麵包而生怒。 因此, 基於這個秩序, 過程一直持續到現在, 並將持續到全能的上帝決定, 世界與我們人類種類不再存在, 並面對他的最終判斷。 由於最初的犯罪, 犯了, 全能的上帝不離開我們營, 相反, 他答應我們回到永恆的生活。 將他答應的話, 我們的父親阿當, 遵守他應許的話, 全能的上帝做了, 並履行了5500年之後, 站起來他的話, 甚至被拯救, 被全能的上帝人持的眼睛看到, 正如歷史, 透過年齡, 表明清楚, 人不能站在全能的上帝期望他, 相反, 全能的上帝秩序。 由於我們所有人都是活的見證人, 主呀, 我們的上帝, 付出代價之後, 我們心愛的人把簡單, 以完成別墜。 但我們不能這樣做, 並經得起全能的上帝的期望。 相反, 我們都去我們自己的選擇, 是黑暗的方式。 我們給了他我們的背, 為他得意的伸出隻手, 我們人類種, 什麼心碎是我們的行動? 即使, 他感覺到了, 而且如此之心, 是一個令人心碎的行為, 全能的上帝黑制感不採取消除嚴肅行動。 他內心地等待我們悔改的時間。 我們都知道7500年不是一個簡單的昨天, 想想他的長度, 以及全能的上帝等待多遠, 內心地, 是我們回到他人持隻手。 他尊敬我們, 首先是他創造的所有生物, 他無可姑娘地愛住我們, 在所有年不動搖, 從他的愛情承諾。 我們都知道,幾十年,幾個世紀, 都過去了, 考驗著我們的父親全能的上帝的內心。 儘管他等了這麼久, 我們什麼都出來, 相反, 我們堅定敢站在一起令他生氣, 並一直持續到現在。 他警告我們, 他甚至試圖提醒我們, 用簡單的父親懲罰隻手, 沒有什麼被我們背棄, 但我們去了, 並繼續承諾我們迷失的方式。 我們最深愛的祖先, 服從他, 要他, 都辜負他的期望, 即他們靠他的命令和根據他的命令和把人生活。 拋棄世界很重要, 並被他們在海灣, 我們的父親, 是他們所有的年齡, 他們跟著他, 與根深蒂固的愛。 就是為什麼, 他愛他們與不可姑娘的虛無。 拋棄他們深深渴望, 去見他們深愛的父親, 他們拋棄幸福離開了這個世界。 但恰恰相反, 我們大多數的祖先都拋棄地獄的恥獄離開了這個世界。 是他們所有的年齡, 他們生活與罪, 並站在全能的神的話。 由於他們的故事, 他們失去了永生的機會。 今日的人類種類, 聚和聚是超乎想像的。 是水晶般清晰, 也就是說, 今日的聚是看不見的, 永遠看不到。 今天, 所有人類種族, 現在生活在地球的所有面孔上, 有完全食檸檬, 全能的上帝的法則, 而不是他, 他們將自己的魔鬼給法律。 所以, 他們不是動物, 因為動物仍然按法律生存, 全能的上帝給了他們。 但固執的人忽略了神的法則, 並樹立自己的黑暗法則, 淡造, 他們搬到地獄。 今日的幾代人都在通姦, 雞姦, 都崇拜金錢和知識。 他們是老天, 殺手, 他們跟隨, 愛偶像, 女巫, 星座大師, 都是魔鬼服務的人。 所有全能的上帝爭恨的做法, 都被視為一種正確和正確的行為, 所有人類種族都合法化。 經過所有這些起伏, 基於我們所有的聚和聚行, 全能的上帝命令, 她的信息透過我告訴所有人類, 所以根據她的命令, 1998年7月3日, 埃塞俄比亞歷法, 發出第一條消息, 並告訴所有人類。 信息告訴每個人, 她說她站在上帝的視線。 因此, 信息警告她關於她的大罪和罪行, 並給出了她的說, 什麼懲罰將隨之而來, 但是沒有人給她一個價值。 看到所有這些疏忽, 她的警告, 並等待大家悔改, 三年半, 第二個都是最後一個信息, 包含全能的上帝的決定, 並且被所有人類種族都清楚了。 仍然沒有人感覺到她, 而不是悔改大家追求, 魔鬼教她的方式。 無視全能的神的建議, 今日的人類種族都迷失了正確的方向。 因此, 全能的上帝聖餘的世上內心, 完全蒸發, 並滴起了她完全成熟的憤怒。 因此, 基於前兩條消息, 最後的行政命令來挑戰你, 還要檢查伴侶, 你超過所有的罪和罪行。 2.1 人們如何接受或如何接受, 並包含過去兩條消息, 和此執行順序, 即對兩條消息進行抑制。 他們是四種類型, 令我們看看他們。 1A, 第一類的人, 他們的受樂, 和展望。 屬於一類的人很好, 還有真誠的人。 他們有一顆破碎的心, 他們禮貌和老實, 對於所有的事情。 儘管他們是不同宗教的信徒, 但他們是全能的上帝的真正愛好者, 他們看待他的方式。 每當他們的宗教領域領袖命令他們, 他們真的是徒學。 這些人被認為如此迅速, 每當他們犯了任何罪, 知道他們在哪裏倒下, 都理解全能的上帝的要, 他們是快速和迅速悔改。 這些人收到之後, 前兩條留言, 他們按照建議做了, 而且還在做, 做對了事。 而且, 當他們得到這個行政命令, 和執行決定, 我敢肯定, 他們會做相應的。 沒有少, 沒有更多的說這些人, 他們是全能的神的人。 2A,屬於第二類的人。 這些人的性格就好像一條魚, 他們沒有一個可見的立場。 因此, 他們都有兩條腿, 用兩條腿, 他們想安裝, 兩火樹, 在同一時間, 一次。 他們不採取具體的立場, 任何面對他們。 這些人, 如果他們接受並相信任何宗教, 他們從來沒有, 都永遠不會成為一個堅定的。 相反, 他們更喜歡類似, 他們沒有心想決定, 任何事情, 面對他們。 而且, 如果他們決定他們不受樂的後果。 這些人, 當他們得到了前兩個消息, 他們會害怕外了, 但過了一陣, 他們傾向於他們的其他, 隱藏的立場, 甚至會試圖欺騙全能的上帝。 因此, 這些類別的人, 由於其動搖的立場, 將是最應受懲罰的人, 任何人誰把他的信任, 這樣的人, 他們可能知道, 他們是無與倫比的調皮的人。 因此, 他們必須確信, 他們將面臨最困難的局面, 就是他們面前。 3A, 此類別中的人員。 這些人是一個堅定的人的立場。 如果他們相信, 他們面對的任何事情都是真實的, 他們會挺身而出的最後一點。 同時, 如果他們相信, 事情是不好的, 但合理接受他, 他們都會挺身而出。 他們的獨特之處在於, 如果他們相信, 在任何事情上, 只要正確, 他們永遠不會偏離他。 即使為何不太多人反對他們, 他們都會站出來爭論任何感於面對他們的群眾, 而且, 他們都會挺身而出, 以他們最後的能力。 因此, 這些人有另一件事, 付出著很多代價之後, 他們代表什麼? 當不可看他們的條件發生時, 他們會接受他。 改變這些人的想法太難了。 但是, 如果有人成功地說服他們, 可能是驚人的。 在我們的星球上, 地球上, 淡的人並不多, 是他們的總數。 他們很少。 等我們來提及, 我們信仰中一些過去的結出人物。 使徒保羅, 這個使徒, 已眾所周知, 他堅定的立場, 對基督的人。 使徒保羅, 當時是一個專門的希伯萊牧師。 所以, 每一天和晚上, 他一直在追逐使徒, 無論他們隱藏, 但最後, 耶穌在他大馬士格的路上面對他。 他教和告訴他關於他自己, 最後警告和說服他。 保羅相信他, 因為他所看到的是真實的, 是超越他的能力, 都遠到他的想像力。 此外, 他的所有內容都是正確的。 今日大家都知道, 保羅的使徒是無與倫比的, 是他的精神事業和服務我們的信仰。 沒有人過他, 因為他對全能的上帝的智力於服務。 都因為他堅定的立場, 他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所以, 由於所有這些活的事實, 沒有人比他更出色。 摩西是先知, 是全能神中最受歡迎的兒子, 他離開了法老享有聖遇的生活, 離開了他的宮殿, 選擇並相信他的真實身份和命運。 阿伯拉罕, 當他聽到全能的上帝的話, 他信並選擇他的話, 並作出決定, 他走出他的家人, 到沙漠, 全能的上帝已經給他看。 透過他所有的年齡, 站在一個真正的同值得信賴個子和上帝的伯人, 他住在沙漠。 所有使徒和先知都應被看在這一類。 在我們的國家, 要提到一些, 我們可以提到, 例如, 習拉瓦角布國王, 拉利貝拉國王, 特沃德羅斯國王, 約翰諾斯國王, 梅奈利克國王等。 從特瓦克多正統的宗教戰士, 我們可以提到一些喜歡, 阿布恩特克爾海馬諾特, 最近去世的我們真正的特瓦多斯信仰戰士阿雷他阿阿勞, 同頭炮族長阿布恩巴斯利奧斯等。 所以, 一類人是上帝的敬業伯人, 都是真正的信徒, 他們教導他是正確的。 作為全能的上帝挑選他敬業伯人, 從一類, 魔鬼都盡力拿他的股份, 因為他的黑暗規則, 那些誰可以為他奉獻服務? 我們可以提到一些魔鬼的成功, 阿道夫希特勒, 斯大林, 格蘭奇穆罕默德, 查爾斯達爾文, 羅斯福, 杜魯門, 邱吉爾, 德國爾等。 四, 這個類別的人, 他們長什麼樣, G, 希伯萊十二, 全部。 在這個類別中, 我們可以發現同看到世上最殘忍的人, 他們經常透過造惡行和小滋魔化他人感到幸福。 這些男人和女人是, 我們可以將他們算作魔鬼及其行為的真實面孔。 在這個類別中, 我們可以找到, 最殘忍的謀殺者雞姦, 空間從業者, 武裝習慣去打劫, 騙子, 社會癌症, 以及良好的價值觀, 都是最危險的。 他們是無可匹敵的殘忍, 他們是一個眾所周知的頑固沙民主義者。 即使他們被禁用, 並被帶到死亡提示, 他們仍然說, 相信, 並生活是他們傲慢的舉止, 他們都侮辱任何面對他們的人。 沒有人, 都沒有給他們健康的人。 這個男人和女人永遠不會都永遠不會接受和閱讀這些信息。 異常很少可能浮出水面, 如果發生這種情況, 他可以被視為一個驚喜。 直接了當地說, 這些類別的男人和女人被三心感的小魔化了, 他們是社會的癌症。 2. 根據萬能的神言, 誰將根據他的言願和命令來評判, 他們被向誰行動? 所有生活在我們星球上的人, 都被賦予了全能的上帝的命令, 受神自然的支配, 服從, 遵守和生活, 而不止是食物。 而且, 如果他不按全能的神的話生活, 那麼他就會受到懲罰。 如果他的罪是看不過眼的, 他就會由這個世界滅亡。 上帝的說, 他忽略了他。 我們所有人都看到了, 都見證了他, 一日到一日, 各種各樣的人類, 走自己的路, 同世明萬里的願望, 由最主人的魔鬼建議和引渡。 地球上的男人和女人走黑暗路, 離開光明路, 上帝命令他們去做, 所以他們被魔鬼定律取代了。 在期待已久的內心之後, 我們全能的上帝住是他的審判寶座上。 他聽到, 每一個悔改的行為, 以及傲慢悔改, 他篩選, 衡量所有人類的行為, 由一開始他的話出來, 直到現在, 人們如何悔改, 他們如何遵守他的話, 他們如何否認和忽略他的神聖的話。 因此, 他們走了多元, 他們天下的願望, 他們犯了什麼罪, 他有多心。 所有已經看到和徹底掌握。 談到左右後, 論證回應, 所以最後全能評估並通過他的判斷, 並決定。 頭炮決定是寫在1998年7月3日, 埃塞俄比亞歷法上給地球所有的人。 今天, 所有這些世界國家做一切, 代表他們的主人魔鬼比法律, 另一方面, 全能的上帝根據他神聖的法子來決定。 所以每次全能的上帝決定我們的每一個邪惡行為, 就是出現第一條消息的原因。 我們都知道, 上帝, 我們的父親等待了很久, 在祂透過任何決定之前, 全能的上帝, 總是需要無法古良的內心。 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 隨著時間的流逝, 我們會忘記他, 諾亞時代的人, 埃及法老, 巴比倫, 阿茲特克人, 馬雅人, 羅馬, 希臘, 中國人, 所有這些文明王國都用全能的上帝神聖的話語來評判, 他們全部永遠被抹去。 你以他們的固執和不悔改的靈魂, 他們受到懲罰, 並去了。 一切都成為歷史, 在地獄中休息。 全能的上帝付出了愛的代價, 給予我們永生, 監看不見的痛苦, 痛苦死亡, 許許下了他的樂言, 但人類從未給予他一個價值。 章1,928, 創世紀二時十六分至十七, 創世紀, 3, 所有, 創世紀六, 七所有。 全能的上帝, 把簡單的規則, 治理我們, 並指導我們的生活, 但恰恰相反, 我們忽略了他, 建立了我們自己的小魔法法律, 是魔鬼給人類種族的。 魔鬼充滿智慧, 他給所有上帝憎恨的行為是合法的, 並將他們強加給所有人類。 他還教過,並傳播到所有國家。 空間,低間成為每個人的權利, 正如我們都見證的, 在所有所謂的文明國家, 他每天都在練習。 今天的幾代人是一個驚人的信條, 無論任何建議, 教導, 警告和興罰, 就是他們身上, 他們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接受他, 作為全能的上帝懲罰。 沒有人接受, 因為全能的上帝的行為。 即使在懲罰過程中, 人類仍然堅持他的不法行為和罪過。 他們甚至進一步說, 彷彿,全能的上帝永遠不會存在。 看到所有這些人類種族的行為, 然後我們的父親全能的上帝決定, 並給出最後的決定, 在5月2000年9月27日開賽俄比亞日曆, 但粗魯的人類, 仍然追求犯下漢不見的罪孽, 並無悔改。 無法忍受的死亡過程隱約在他身上, 人類仍然跳舞, 每日通姦, 就像莫亞時代的人造。 當我被命令, 發出全能的上帝的第二個信息, 我怕呆了, 當我聽到他, 我們的父親全能的上帝怒怒了多遠, 並激起了他最後的嚴厲懲罰行為, 都沒有去到他的內心。 正如我們在第一個和第二條信息中所看到的, 我捨給你, 正在清晰地浮出水面, 但看到仍然沒有給你悔改。 我真的感覺到了, 全能的上帝被你的行為深深激怒了, 什麼災難會帶你? 我不能說, 我可以說, 只有一件事, 就是你完全完成了。 我自己害怕呆了, 沒有走出他的創傷, 再次, 我被命令發出第三個信息, 行政命令行動。 是出去帶你, 都完全沒去你,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你完全完成了。 被封堂之門被全能的上帝完全封鎖了。 神的戰士們都得到他們的執行命令, 所以你的寶貴時間已經只淡留世, 不用用他。 一, 沒有上訴, 沒有憐憫, 沒有時間, 只是等待, 看見, 並接受消息, 即判決和懲罰的過程, 最終命令的執行, 最後的結果, 你們這些人類, 你們做什麼不聽呢? 當全能的上帝勸告, 警告, 並命令你, 你做什麼不聽呢? 為什麼? 以賽亞, 五十三, 所有。 相反, 你聽到你的小魔法伴侶, 他們統治你, 我們都知道, 你害怕他們, 所以你服從他們沒有任何信從。 但是, 當全能的上帝命令你, 你從來沒有他, 而是你笑和笑話他。 他的很多信任兒子來了, 建議你, 告訴你正確的道路, 但是你對他們做了什麼? 是! 個個都知道, 你殺害, 追逐, 酷刑和拘留他們, 你從來沒有接受過, 他們中的任何一個。 做了很多努力, 長時間的煩, 忍耐, 沒有明顯的悔改行為, 來自你的石心臟。 相反, 你繼續你魔法的黑暗統治的方式, 經過一切努力, 沒有留下任何結果, 我們的老豆全能的上帝命令傳達給你, 他的第一個和第二個信息, 根據他的命令, 我他的伯仁因此發出了兩個信息。 但沒有人接受他, 個個都甚至沒有讀他, 只是忽略了他, 所以你反覆激起了全能的上帝的憤怒, 基於你的操勞, 現在來到這個最後的執行命令, 你應該, 他會完成你。 我自己都盡了最大的努力來說服你, 但是沒有人聽到我, 你們個個都閉上了你心, 以躲和思想。 所以, 現在你應該接受決定性的行動, 是面對你的方式。 即將到來的地獄從來沒有見過, 不可能永遠看到。 真的, 是一個驚人的歷史時代, 我感到震驚和驚訝的是, 我們這個時代所謂的世界領袖, 媒體的主要指揮者, 以及所謂的宗教領域和他們的領導人。 三年半以來, 沒有人告訴他們的人民關於這些消息。 你們個個都忽略了他, 將他作為一個垃圾, 都作為一個人做惡夢, 就是我不要緊, 我們都要見證他, 意味著什麼。 世界領導人無一例外地上台, 開始統治自己的人民, 很明顯, 他們決定人民日常生活著的命運。 他們以正義的名義拘留, 釋放, 國家化, 無論他們做什麼, 他們做他們認為適合的一切事情。 而且, 對於那些他們認為他們是敵人的人, 他們的行為, 因為他們認為是正確的行動。 當個個都上台時, 他立即繼承了那些已經掌握的領導人的相同趨勢, 並成為同一份母, 如上所述。 我們都知道, 當個個都上台時, 並不意味著他會如他願而持續很長時間, 但過了一陣, 他會擔尊或恥辱去成女, 一而得。 面對全能的上帝, 那些人類製造的小魔法的制度和法律, 不工作,並持續很長時間。 但不理他們是什麼, 他們都是臨時被擔鎖。 另一方面, 當我們來到全能的神的法則和命令, 他們是永恆的, 他的呼吸是永恆的,並持續, 所以當我們被審判, 由他的說話和法則, 他們的影響是持久的。 全能的上帝判斷, 所有人類的行為, 透過他的命令, 根據他的命令, 把人的命令和命令, 無論他是一個領導者或任何社會地位的個人, 一切都將被縮放,衡量和篩選, 並基於結果, 懲罰將按照全能的上帝的法律和命令給予。 沒有人評判全能的上帝, 沒有人命令他, 都沒有人建議他, 一切都是由他創造的, 為他,為他服務,尊敬他, 就是所有, 你們人類應該而且必須知道, 不理你喜歡與否, 事實感的。 此,出開及記, 三十二所有以塞亞三時八至十五。 你們這些人類種族, 你虛張聲勢太多, 你將自己想像得好像創造了一切, 特別是當一個人成為一個國家的領袖時, 由人將或武力, 他認為自己是獨特的生物。 一般說來, 世界所有領導人及其受其指揮的官人, 將按照行政命令受到懲罰, 當政狀向我們展示他們的跡象時, 全能的上帝的靈出了, 為了全速行動, 所以如果不做, 全能的上帝的根據和命令, 注定了什麼, 都履行他的命令的每些, 直到他完成, 聖靈不會回來。 一, 整個世界將面臨什麼災難? 正如兩條信息所告訴我們的, 由2000年12月12日, 開塞俄比亞歷法開始, 世界已進入削和梭里火的第一階段, 當汽車的任何引擎開始移動汽車時, 汽車慢慢移動到最高速度的風值, 這些信息也是如此, 很明顯, 行動開始於明顯的症狀, 所以症狀是未來最深同完全破壞的跡象。 經濟, 金融危機, 自然災害, 社會危機, 政治危機等所有這些事實都表明, 他們已經準備好採取看不見行動, 履行萬能的上帝的秩序。 記得, 現時, 你所看到的只是症狀。 拿到這個行政命令之後, 你應該確信, 所有破壞性的措施力量都會鬆動, 多重面對消耗的火災將開始, 消滅一切他觸手可及等東西。 沒有軍事機器能幸存下來, 他們將永遠完全消失。 所有被譴責的國家, 國家和組織機構, 百萬富翁, 億萬富翁, 擁有財富, 安全人員及其設備以及國際組織, 都無法給予喘息時間。 沒有人逃脫, 除非他或他以被識別, 密封的萬能的上帝的光。 每一個人, 如果他不在聯憫名單上, 他必須肯定, 他會痛苦地死去, 黑頭死亡把他帶走這個世界。 沒有家人或親戚, 你可以保存。 不管你是誰, 在你試圖拯救你心愛的人之前, 首先, 你必須自己去救。 你們中那些程度, 閱讀同信兩條信息和行政命令第三方信息悔改的人, 在不浪費給予你的時間的情況下悔改。 你們必須確保, 你們的生命被全能的上帝和他的恩典所保證的華所保障。 無論什麼動亂來, 你們當中那些被全能的上帝聯憫所見到的人, 你們必須知道你在安全手中。 但是, 那些通監者, 索多姆活動, 刑多姆活動, 騙子, 殘忍的領導人, 殺手, 依靠他們的知識, 財富, 坦克, 搭飛機, 核母褲, 軍艦和導彈, 肯定會去被辱與他們信任的軍事行話。 我們所有人都必須確信,未來的條件將如上文所述。 有關額外的細節,你可以看到每一個國家的命運和命運,在每一個標題及內容描述。 3. 宗教機構及其在判決中的命運,以塞下書5時20分25。 5a. 天主教徒我們都知,天主教徒是我們星球上的主要宗教之一。 他坐在意大利,作為一個主權國家,並被稱為梵蒂江城的名。 天主教有十多億人。他的追隨者主要分佈在歐洲、拉丁美洲、北美、西非、南非、其餘在亞洲及世界其他地區。 他的領導權永遠留在梵蒂江。這個數字被稱為教皇。 其餘的由主教、大主教等領導。什麼是天主教徒? 這種信仰是宗教機構的主要教派之一,作為一個基督徒。 正如他的歷史告訴我們的,頭炮真正的基督教堂。 即特瓦多東正教是唯一一個全能的上帝由他的血肉建立。 這種宗教堅定地堅持全能的上帝的原則,直到431歐洲歷。 但由今年開始,魔鬼伯仁開始出現,自古魔化,種植他們的陰謀。 主工程師魔鬼選擇他的門徒內斯特羅斯,作為他的主要工具。 由此人帶領,魔鬼撤斷了一個分支,從主要的橄欖樹,即特瓦多東正教信仰。 被打的分支隨後自稱為天主教徒。 埃澤基爾22-23-31,即使有東方正統的信徒,他們基本上被這個魔鬼總工程師侵蝕,就是天主教徒。 但真的,有一天,當時到了,他們將擺脫天主教徒的束縛。 在這些信息中,主要目的是傳達信息,基於來自全能的上帝的執行決定。 我們所有人都必須知道,這些信息註定不會打開一個爭論或對話頁面。 因此,每個閱讀這些消息的人必須知道,此執行決策消息只在解釋,如何實現和執行前兩隻消息。 面對全能的上帝,他如何被見到?在全能的上帝的評判中,他的命運是什麼?讓我們看看他。 這個信仰,即是天主教,他經歷了1500年的爭論與特瓦克多東正教其真正的事實,真正的宗教的基礎, 全能的上帝的視線,我們的父親全能的上帝樹立,並鞏固了他的血肉。 是真的,其實,沒有人否認,天主教徒在431歐洲歷法之前是不知的或不存在的, 在天主教徒出生之前,唯一真正的宗教,全能的上帝建立,建立和巩固一直是特瓦多東正教信仰。 特瓦克多教會付出了血肉之力的代價,他心愛過兒子們,他透過付出他所擁有的所有,抵抗了魔鬼由內部和內部的兇猛攻擊,因此,魔鬼不能打破他,他屋魔設計了另一個系統, 他決定在教會內找到一個搖擺不定的信仰追隨者,透過這種策略, 了他得到最弱和不忠的Judas由母親教會,特瓦多東正教,魔鬼在教會內招募,自實魔化,組織並道金他們。 由於猶太教教徒很少,他們分裂了教會,因此他們完成了魔鬼賦予他們的使命。 讓我們來提及一些主要的領跑者叛徒,都是天主教的創造者。 阿里昂、內斯特羅斯、阿根蘇、門基奧斯、阿伯利奧斯、阿夫提克辛、阿西斯、萊昂和馬爾坎斯等。 以上提到的都是領跑者,還有魔鬼被出來魔法僕人的戰士。 他們襲擊了真正的母親教堂的內側特瓦多東正教。 今天,我們都看到了,他們天主教徒主宰了整個世界, 由他們的財富的力量、智力的能力,並是他們的父親的支持下,充滿智慧的邪惡行為主宰魔鬼。 他們是狼,他們由鄉親門中搶羊。 以塞亞書四十七時一至十五耶利米書十七時五至八。 即使這些魔鬼僕人的攻擊如此嚴重, 好像埃塞俄比亞特瓦多東正教,埃及特瓦多東正教,東方東正教, 和其他,雖然他們的數量很少,他們堅定地站著,抵抗他們的多方面敵人的攻擊。 在四百三十一之前,基督教會是一個特瓦多東正教, 他可以被稱為基督教信仰的黃金時代,我們可以提到一些敬業的教皇, 誰領導了一個特瓦多教會,好像費利克斯、阿布利道斯、阿約克尼約斯、納塔利斯和其他。 從四百三十一至病房,正變的天主教徒主人,由他們的領導人來昂領導攻擊, 並創造了現在的天主教徒,儘管他們接連發動襲擊,但很明顯,他們成功拆解和分裂了母教會。 特瓦多東正教,由於我們所有人現在都目睹了埃塞俄比亞特瓦多東正教,以及埃塞俄比亞特瓦多東正教, 以及埃塞俄比亞特瓦多東正教,東正教,他們都英勇敢戰鬥。 我們的特瓦克多教會,埃塞俄比亞特瓦多東正教,豪不動搖,感謝全能的上帝,感謝我們的母親姓姆瑪莉,感謝我們的真正奉獻的支持者, 這位猪誰,姓 BRY花, twins 教女,姓 BRY, 長俄比亞特瓦多東,姓 BRY, 長俄比亞特瓦多東 東正教與他的真正信任過兒子,但今日,調出教堂的狼,由龐爾者,天主教徒, 與今日的出魔法埃塞俄比亞政府與黑暗勢力進行無情的鬥爭。 你們這些天主教徒,羞辱你們,你們似乎全能的上帝和歷史有忘記你。 不是!沒有人忘記你,你打一千五百多年的戰鬥,你把他弄丟了,英勇的精神戰士,即使他們人數很少, 歷塞俄比亞特瓦多東正教與我們的祖先贏得了這場戰鬥,所以,今天,我們他們的兒子,來到這場前線戰鬥, 他們我們的父親,用他們強烈的愛做全能的上帝,都用血肉封住。 我們,他們的兒子與他們的血液結束了戰爭,他們與我們的父親全能的上帝的幫助。 他們奠定了真正的信仰之石,我們他們的兒子都走在他。 你們這些我們日的罪犯,天主教徒,你還記得上帝的兒子們的先血灑在你們和你們的祖先上? 你知道你的祖先在羅馬,在所有歐洲國家的真子子,今天必須知道,他們的血在全能的上帝面前,請投他新張正義。 所以,時間已經到來,並抓住了你在中間,你毫無準備,沒有悔改,所以是時候你應該為此付出代價了。 沒有人類的智慧能讓你逃脫即將到來的懲罰。 我以塞俄比亞,我國母折磨,殺害和折磨全能神的兒子的歷史。 但是你,你的手浸透了主人的先血。 讓我們來提及一些我們真正的信仰特瓦多戰士,阿巴喬布斯加西查,阿布奈特克萊海馬諾特,族長阿布奈巴斯利浩伊,阿布奈彭特利雍,阿布奈利巴諾斯,阿布奈阿列加維等。 但是你,你有什麼真正的價值? 不,你沒有,但恰恰相反,你確實有黑暗的歷史。 你的間諜大師郎是眾所周知的犯罪歷史,反對我們的特瓦多東正教教堂。 沒有人比起天主教徒,因為他們的敵意,對特瓦多正統。 他天主教徒,小魔化的戰士遊學者,索多姆的,通姦者,殺手和罪人的行列招募, 具有多方面的色髓,他們的真實面次給他們的兒子巴比倫美國歐洲人,澳洲人,拉丁美洲人的行為清楚地看到, 他們是眾所周知的,他們的藝術掌握和反下從未見過的罪行和罪。 是水晶般清晰,個個都每天看到他。天主教徒是全人類的主要障礙, 他排斥真理,而不是他,他安裝和替代,精心設計,學術製作,和魔化的黑暗規則。 那麼多人聽到天主教徒的美美之口,而不是不實的赤裸裸的真相。 他是全能的上帝的要同命令的敵人。 你的罪行和罪業,違背基督的真正教導。 你對基督的仇信任過兒子的堅持犯罪行為。 你的雞尖、空間、依賴知識、涉毒。 你固執地跪下,向全能的上帝的要願悔改。 你操勞的立場,仍然違反上帝的情願。 所以,根據你經常做的這些無法計數的罪行和罪業, 他激起了主的憤怒。 所以,全能的上帝測量,縮放和評判你,快一五零零年。 並基於結果,你的命運,把判斷燈,所以最終決定發出。 凡帝綱,你們這些天主教徒,聽說是你們即將到來的命運, 最後的處決決定將保住你。 作為一個機構,作為領導者,作為追隨者,作為個人, 無論你是什麼,無論你是更高還是更低, 任何在天主教徒中庇護自己的人, 肯定會被火的風暴疏離。 你所擁有的一切,無論你擁有什麼,或是你信任,會從你臉上消失, 沒有什麼是沿風不動的,都沒有什麼由完全毀滅中留下。 開澤基爾,三十四時十七分至十九 開澤基爾,三十四全部。 你不應該被留下,正如你希望與夢想一樣, 所有你擁有的東西都會顛倒過來, 你所有的期望都會變成惡夢。 你們的毀滅在我們的星球歷史上是看不見的, 由開始到現在從未見過。 沒有符號將留下,即使作為歷史, 所以你將成為一個被遺忘的過去。 正如我們所有人所看到的, 整個世界正在陷入經濟危機, 金融危機,衰退,經濟衰退, 失業和天氣瘋狂之中,很明顯, 都是症狀和初步症狀。 我們仍未進入主要的破壞現象, 但在此消息發布之後, 所有破壞力量,都將鬆動。 他們會迅速來到你面前, 匆匆忙忙地帶著你, 面對你,你,任何你在哪裡。 正如在1998年7月3日 《愛塞俄比亞力法》中寫的信息中提到, 在2000年《愛塞俄比亞日力法》中寫的二封郵件中, 你不會得到喘息的時間, 你的懲罰將是獨一無二的, 是從未見過的。 最後我想講這個。 為了拯救你, 唯一的一個辦法是來到特瓦多東正教, 並在光的統治的, 將是在《愛塞俄比亞》設置。 除了在《愛塞俄比亞》統治的, 沒有其他辦法, 沒有其他方法可以保存, 無論是作為個人, 還是作為一個群體。 但是,如果你堅持留下, 就以前淡, 所以你會看到他, 沒有逃避, 沒有出來被撤退, 但面對消耗全能的上帝行動。 《愛塞俄比亞》13比17-23。 5.2. 新教徒和所有類型的部分, 所謂的奇女欺帝安。 在新教徒的語境中, 在這麼多的教派中, 讓我們來提一聲。 掌老會, 基督復臨會, 梅坎眼, 木盧溫格爾, 金藍希玉特 和這麼多要題。 這種宗教起源於天主教的抗議者 勞失德國公民。 他抗議, 反對天主教徒和教皇, 他帶走了一些追隨者, 即使他遭受了, 在他的上司手中, 最後他取得了, 他奠定了基石, 建立新教, 正如他們的名所表示的, 他們是抗議者。 隨著天主教徒在 431年歐洲歷法中, 尼特瓦克多東正教, 他們都做了同樣的事。 從天主教徒配胎, 新教徒出生, 從新教徒或抗議者, 再次有很多抗議者, 再次有很多抗議者, 所以抗議者出生, 是他們的生命周期。 透過減去或改革, 神的話, 沒有人等於新教徒。 他們大膽地做罪被禁止的行為。 他們羞辱了我們的母親, 律師和刊門人姓武馬麗, 他們甚至進一步說, 他們不會黑球, 要求和呼籲我們的罪, 給我們全能的上帝的憐憫。 他們還說我們的全能的神, 耶穌基督黑球我們。 淡造,他們貶低祂, 從祂的上帝, 這些看不見的罪犯, 甚至進一步說, 天使是作為任何外行, 撲人, 所以是他們的爛罪, 他們碰污了全能的上帝的尊貴天使, 在這些信息中, 正如我在沒有爭論的餘地之前告訴你的, 唯一的事情就是向他們傳達抗議者, 他們將面臨什麼懲罰。 新教徒是魔鬼的主要工具。 撐天主教徒, 他們是真理的敵人。 我們的行星主人巴比倫美國國教是新教。 美國,在他的秘密招聘標準, 他奠定了7分, 從7點是一個是一個。 抗議者, 除非他認為他是一個抗議者, 他們不允許任何他們的公民是總統, 參議員或國會議員, 甚至進一步沒有高結場地位之後。 以塞亞書9時13分至17分, 由於巴比倫美國是世界上最好的罪人, 全能緊的上帝的視線中, 宗教抗議者都是。 他們是所有罪之母。 所以,所有的新教徒, 你在我們的星球上, 是你們的命運, 都是全能的上帝的判斷力。 正如在《消息一和二》中說的, 你的罪被告知,都懲罰。 但在這個信息中, 你會看到, 全能的上帝的懲罰之手, 如何採取和毀滅你? 是將執行的措施。 你將被火海席捲, 完全,直到你被完全消滅, 沒有什麼會留下, 甚至你一個單一的痕跡, 甚至你的財物, 你的狗或貓, 你擁有或店的一切, 作為你的身家與你的家庭, 他們將完全被摧毀。 你必須確保你將成為歷史, 每當有人想到你, 他會戰斗。 沒有逃避的空間將留給你, 在這個世界的每一個地方, 任何人與你合作, 都將被視為你。 當特瓦克多東政教統治, 在世界各地, 你的命運將在地獄, 所以你的名字將被抹去, 你們所有的機構和機構都將被消滅, 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沒有連文章留給你。 伊斯蘭你的穆斯林心思, 不是一次,而是十次, 因為你已經走向自己的自我毀滅。 你的書是完全設計, 由魔鬼製作, 眾所周知, 你的書的作者是魔鬼, 所以你必須確信, 當魔鬼下地獄時, 你也會學。 在消息一和二中, 你的命運已經被告知, 基於他, 以及你感知和對待的方式, 這兩個信息被看見, 所以現在你的最後時間左, 所以你都必須聽到, 你最後的命運實施。 波瑞澤基爾二十二比一五, 你相信殺人, 只是為了你簡單的野生宗教傳播。 每個做得的人都知道你們的野蠻行為, 這些行為總是由你完成的。 你們是雞奸, 空間和野蠻的殺手, 你們都撐, 增強你的財富的罪惡行為, 所有真理的敵人, 尤其是窮國都是看見的事實。 你所有被自摸化的追隨者, 你他們的主人, 相信, 所有信仰都必須被你的子彈粉碎。 因此, 以下將是你的最終獎。 你所有熱心追隨者, 以及你被他們的領袖, 你們, 由上到的, 都會被多種類型的自然災害數地出門。 所有你跨其分的軍事機器, 將是你自己的自我粉碎工具。 沒有人保持元風不動, 你所有的財富都會崩潰, 那些殘餘物, 你都會是地球上最窮的, 你將失去一切, 你擁有, 除非你從心中悔改, 都把你的手給特雅多東正教信仰, 和祝福的治理王國, 將在埃塞俄比亞設置。 如果你繼續固執, 你現在在做, 你將完全被摧毀, 沒有殘餘。 那些真正尋找全能緊的上帝的人將生存下來, 他們受死後將得到和平, 並相信特雅多東正教。 在他們得到光明和真正的道路之後, 他們會記住他們過去的黑暗生活, 在魔鬼的統治的, 他們都為此感到羞愧。 那些將伊斯蘭教作為國教的國家, 將受到嚴厲懲罰, 直到他們不能作為一個國家, 來你未來的命運的其餘部分, 閱讀各國的描述性內容。 布迪主義, 共和主義, 神道教和其他相關宗教。 這些廣泛傳播的宗教信徒和信徒, 所知的,生活在中國,越南,日本, 魯國,泰國,柬埔寨,緬甸,尼泊爾和蒙古等。 這些宗教有很多教派, 他們的尊重事次要的, 但基本教義上緊, 他們都是一樣的。 他們的追隨者據信超過三十億, 他們的象徵主要是龍。 正如全世界所有的人記得的, 2008年奧運會, 他們每天在電視屏幕上展示龍家, 以及龍精心設計的圖,直到比賽結束。 這些國家在崇拜, 武藝莊的魔鬼,赤裸裸地, 他們相信他,從領導人, 到每一個國家的底部一個人。 所有人都是龍的忠實信徒。 這些國家有建造, 並且形在為他們的龍建造雕像。 在這些國家,龍被崇拜, 沒有掩蓋, 同作為一個正確的信仰。 透過這些被自摸化的行為, 這些國家總是激起全能的上帝的憤怒。 所以他們將被完全抹去, 從地球的臉上, 他們生活的地方, 他們所依賴的一切都將是一場地獄觀的火焰。 地震的震級越高, 他們就會完全食得上。 還有雨,雷星,暴風雨, 所有自然的戰士, 都會徹底掃地, 沒有什麼仍然是他們, 沒有人逃脫。 其餘的命運, 在每一個州的描述頁面。 無意, 印度教正如明所表示的, 這種宗教主要以印度為基礎。 它至少指揮白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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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信徒和支持者, 這種信仰相信這麼多類型偶像, 動物, 象牛等。 這種宗教可以被稱為過去的巴勒斯坦人 大馬利坎人和亞術人, 崇拜偶像叫布奎爾的布奎爾。 這些國家完全被撒旦的黑暗規則蒙閉了雙眼。 這些國家完全在撒旦的黑暗統治的。 但在物質上的進步中, 他們正在像中國和日本一樣前進。 以塞亞二時十二分至二十二, 耶利米十時二至十五。 由於魔鬼在沙特阿拉伯, 這裏在印度和中國分別有其主要可見指揮所。 這些國家以他們的犯罪和全能的上帝的人, 如聖喬治的血液日出而廣為人之。 這些信仰被看到, 用肉眼,每日練習, 並執行他們的魔鬼精神儀式。 因此, 這些國家完全被魔鬼的黑暗統治所覆蓋, 以下措施將是他們最終的命運。 每個偶像和他們的服務人員, 以及他們的信徒, 他們都永遠不會再生, 一切都把下地獄, 一旦發生, 很少人可能還再生。 其餘數目不小的團體說個人必須接受光規則, 奧爾塞俄比亞將建立光規則緊, 該規則將基於奧爾塞俄比亞特瓦克多東正教宗教。 如果他們不接受, 並提交, 不會看到殘餘物, 都沒有人會得到和平。 這些國家將被措施地出門, 直到他們完全淹沒在海洋和海洋中, 在那裏他們稱之為印度洋。 東方正統這些宗教信徒和信徒多數在俄羅斯, 保加利亞, 羅馬尼亞, 烏克蘭, 愛沙尼亞, 拉脫維亞, 格魯吉亞, 阿美尼亞, 都很少在印度。 這種信仰在艱難中被信仰, 並奧爾塞俄比亞特瓦多東正教探維持下去。 是他們的祖國, 天主教徒, 新教徒和穆斯林, 都在挑戰他們, 因為他們在世界各地都在做。 他們自己被削弱, 自己渴望的天使, 他們已經深入到罪。 這些國家都會被全能的上帝的懲罰之手飛來飛去。 透過火的整頓之後, 他們將回到母親教會, 住在東正教, 他們都必須將自己交給祝福的埃塞俄比亞王國, 以及全能的上帝的仆人, 他們將統治整個世界。 康寬三時一至六。 此,所有無足輕重在數量信仰所有這些小信仰被看見, 並由全能的上帝篩選。 所以,根據他們所犯的罪, 吾悔改, 他們都將得到憐憫和懲罰。 此,特瓦多正統宗教, 唯一真正的宗教, 基本的宗教, 我們的父親全能的上帝篩固了, 他的血肉。 今天, 我們看到這麼多宗教, 但沒有人被上帝愛特瓦多東正教教會。 他站穩了,面對魔鬼, 在他所有的年齡, 直到現在, 保持神的話, 這個孤獨的宗教, 被全能的上帝所愛, 抵抗和其在所有惡魔的力量, 折磨他, 拘留, 殺害, 都追逐他所有兒子。 他付出了無與倫比的代價, 並且仍在付出, 是他所有年齡, 他保持了全能的上帝的話, 作為我們的父親聖靈教導他, 他從來沒有做, 減法, 加法, 糾正, 沒有學術評論, 但一切都保持全能的上帝呼吸。 以他最大的敵意, 黑暗的主要統治者魔鬼, 是他最大的能力, 無論他的觸手可及和力量的邪惡, 被他殺害的真正戰士, 那些英勇的使徒被他的野蠻行為搞死, 還遭受酷刑, 他們的肉體磨碎, 了一切可以及他留下, 他留下了什麼? 一切可以做到的都是黑暗主人, 魔鬼做的。 經過所有時代, 特瓦克多東正教教堂, 穿過被融融的火焰所填滿的爐子, 毫不動搖地站起來。 所有塔瓦克多東正教信徒, 特別是我國特瓦克多東正教教徒, 領導了對一切黑暗勢力的戰爭, 我國特瓦克多東正教和東方東正教都進行了自己的戰鬥。 所有光明與黑暗的鬥爭, 都由全能的神無間斷感測量。 我國特瓦克多東正教, 保留了他的母親, 和他心愛的聖母瑪麗的榮譽。 我心愛的特瓦克多信仰, 全能的上帝, 在一切年齡, 都千年, 毫不動搖的立場。 我的特瓦克多正教會要, 尊敬和信任全能的上帝的最高天使, 聖邁克爾, 聖家暴女奧爾, 聖拉斐爾, 聖法魯奧爾, 聖烏拉爾, 聖拉蓋爾。 除了埃塞俄比亞的特瓦克多東正教教堂之外, 哪個宗教級與尊重, 並愛著全能的上帝的受信任和愛的天使? 當我們面對全能的上帝的寶座時, 我們有像心愛的天使和聖母瑪麗淡的堅實的見證人。 還有誰能像我們一樣大膽地說話? 我們的父親全能的上帝由開始到現在都看到了一切, 他測量、縮放,並給出了他的最終決定。 A.C.K.O. 34,25,31, 以塞亞49-11我心愛的特瓦克多東正教信仰勝出, 他的救主全能的上帝的愛, 他都認得最高天使的愛, 和無親性無瑪麗的要。 全能的上帝次與他諾言, 他發誓,他的神聖名稱, 是科伊塞俄比亞和科伊塞俄比亞特瓦多東正教, 是他無語倫比的和最受歡迎的兒子給他。 他聞到他們的祈禱犧牲, 他聽到他們的歌曲, 讚美他的名, 他們不間斷留的歌曲, 眾所周知的名, 馬來特、基達塞和其他表演的教會, 全能的上帝聞起來是最好的香水。 全能的上帝已經開心通過所有年齡, 所有祈禱進行, 仍然開心為幾個奉獻的特瓦多教會個兒子。 整個世界, 談到並打開你的耳朵, 都你的眼。 我們全能的上帝決定, 將地球上所有的東西都給他要個兒子, 統治歐塞俄比亞。 全能的上帝已經決定, 他心愛個兒子將統治歐塞俄比亞, 統治整個世界, 祝福他們, 宣誓以他神聖的名, 都他決定浸泡他們與他的結束恩典。 驚外了, 整個我們的星球國家, 這個窮人, 最貧困的國家歐塞俄比亞, 被選為你的國王。 知誰會挑戰我這個貧窮的國家歐塞俄比亞? 記得這個真理, 那些在地面, 是他們整個活潑的引擎蓋, 張上升, 那些誰在高水平, 由魔鬼支持都將地面畫。 地獄, 我的埃塞俄比亞同胞門, 你們在維德維爾瑪里和最受歡迎的天使的幫助下營得了精神戰鬥, 如聖達布雷哈爾, 聖米哈爾, 聖魯法爾和埃塞俄比亞特雅多東正教領導聖法努奧奧爾, 所有一切不是由今日這一代人實現的, 而是由我們為父親奉獻的不可姑娘的代價, 他們向全能的上帝所愛, 記得今日的幾代人。 我們的父親和祖先為我們而活, 他們付出了一切, 甚至他們的生命, 讓我們生活和獲得全能的上帝的愛, 所以他們應該得到我們今天所擁有的一切, 並明天把收穫更多。 即使他們不和我們在一起, 並且有去我們敬愛的神, 我們必須記住並跟隨他們的道路。 我熱愛的國家, 埃塞俄比亞特雅多東正教信仰的奉獻戰士, 準備好。 出現, 你父親全能的上帝開始來到我們埃塞俄比亞迅速, 與我們深愛的母親處女瑪莉, 與我們深愛的天使聖加布里亞, 與聖密克馬爾。 記住被清洗,悔改你的罪, 從心。 你們這些移民, 推流, 飢餓, 產生於你的睡眠, 我的六兄弟姐妹, 醒醒。 時間到過, 為了精神的復興, 那些被你受苦的人, 將會付出永不犯罪的代價。 火已經下令, 並出去試探性行動。 以塞亞書四十時三至十一以塞亞書十二, 全部。 我不會離開他們沒有嚴厲的懲罰, 其餘的D, 你可以閱讀在埃塞俄比亞社的頁面。 四, 大陸及其作為夏季化的命運。 六, 北美耶利米五十一, 全部。 這個大陸位於歐洲西部, 北邊是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中部。 在這個大陸上, 我們找到美國, 加拿大和墨西哥。 在這個大陸上, 我們可以找到, 最無與倫比的雞尖, 成人, 黑女米納, 血沙, 和無與倫比的貪婪的人。 我們都知道美國巴比倫的南部和北部, 我們發現墨西哥和加拿大是漢奸。 逃往現在美國的英國人, 奧爾蘭人是第一個登陸的奧爾蘭人, 僅次於原住民的紅色印第安人。 他們摧毀, 消滅, 要他們的奴隸, 都把一切作為他們的財產。 但後來, 法國人與英國殖民者的激烈戰鬥, 在北部殖民。 為了控制者遍土地, 他們兩人都打了一場苦戰。 最後, 正如歷史告訴我們的, 加拿大的法國人, 美國的英國人定居下來, 直到人為的自由來。 墨西哥人都被西班牙殖民, 掃蕩了當地人之後, 美國人在200年前終於得到了他們自己的狀態, 所以英國人回家了。 後來, 美國把西非黑人當作奴隸, 今天, 我們目睹他們與奴隸主走在一起。 雖然歐洲是通姦的源頭, 都是最看不見的雞姦和性產業的家, 但他們在美國卻以無與倫比的趨勢成長, 超過了他們最初主人。 今天, 他們繼承了他們預言的名巴比倫。 不然, 拉丁美洲在這個大陸, 我們發現巴西, 阿根廷, 委內瑞拉, 秘魯, 哥倫比亞, 伯瓜多爾, 波利維亞, 危地馬拉, 智利, 薩爾瓦多, 紅刀拉斯, 白利茲, 雅馬加, 海地, 巴哈馬, 蘇門達立, 法屬歸阿那, 特勒尼達和多巴哥所有這些國家, 除了少數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 這些州語言大多數西班牙語, 繼承由他們的殖民者。 格林納達, 聖民森特, 巴巴多斯, 馬提尼克法國都德洛普法國聖基茨新聞, 桿提瓜巴巴巴多斯 , 桿提瓜英國 為已京島英國所有小島嶼, 都位於拉丁美洲東北部, 所有大陸國家與其他的國家幾乎都有相同的心理構成。 當然, 他們是各大洲最富有的人, 而且他們與兩大,各種規模的人口都在2億以上。 在這個大陸,佔主道地位的宗教是天主教徒, 新教徒和醫師難教。 在這個大陸,我們確實看見 雞姦、通姦、性產業,有組織犯罪、粉酒師, 所有這些都被視為一種常規做法。 因此,基於所有這些罪行和罪業, 這個大陸將面臨最試探性的毀滅性懲罰。 陸師,中東這次大陸,位於非洲北部, 亞洲西南部和歐洲南部。 在這個地區,人類危機和戰爭是日常的情境。 在這個地區,我們發現沙特阿拉伯、 敘利亞、伊拉克、也門、以色列、 黎巴嫩、土耳其、阿曼、卡塔爾、 阿聯酋、科威特、迪拜和巴林。 在這個地區,所有的關係都充滿了危機。 除以色列外,所有人都是伊斯蘭信徒, 該地區人口估計超過一億。 伊斯蘭信仰,在地區有兩個教派。 1. 什葉派團體。 2. 信尼派團體這個伊斯蘭教派團體 經常在內部戰鬥,但就以色列而言,他們經常站在一起。 在這方面,每一次衝突的核心原因是, 以色列的存在與巴勒斯坦人的問題, 這個地區的經濟主要以燃料為基礎。 在這個地區,所有的超級大國都有其政治上的規範,快慮。 美國、俄羅斯、伊朗和原教旨主義者是該地區的主要力量。 伊斯蘭持鐵集中在這個地區。 因此,這個地區將避看不見的火暴徹底抹去, 全能的上帝會去做,或者你的水泥松林會留下。 要了解每一個州的命運,請參與它們的標題, 它比你的細節。 6G,歐洲我們都知道,這個大陸被認為是所有大陸的中心。 在這個大陸,我們發現以下狀態, 英格蘭、法國、西班牙、葡萄牙、德國、意大利、 埃爾巴尼亞、希臘、土耳其、奧地利、波蘭、荷蘭、 比利時、匈牙利、羅馬尼亞、南斯拉夫、 檢查、克羅地亞、保加利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 利托尼亞和白俄羅斯等。 所有這些國家都是所有罪行和罪業之母。 在這個大陸,我們找到最殘忍的殖民者, 例如英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德國和比利時。 歐洲都是所有被自摸化哲學的中心。 我們可以提到一些著名的無神論者, 如他爾·馬克斯、查爾斯·伯爾文等。 歐洲都是科學和創新的中心。 我們都必須肯定,一切邪惡都由這裏升起。 除此之外,歐洲是真正信仰的主要敵人。 他們引用了很多哲學上影響宗教的宗教, 如天主教徒、新教徒和聖公會教徒。 這些國家與他們的囚犯美國巴比倫交織在一起, 他們共同利用、壓制和主體、所有赤貧的嚴酷統治。 他們是所謂的民主的創造者, 他們都強迫其他人學。 如果他們否認他們,他們有系統攻擊他們的每一條生命線, 他們制裁他們的經濟。 他們仍然行使這種惡魔般的行為, 作為受制於他們統治的武器。 他們有一個叫做北約的軍事機器,由美國領導。 聯合國都是他們的工具, 他們預算它,都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所有已知的世界組織都是他們的指揮下。 歐洲是一切罪惡的枯化器,是赤裸裸的現實, 好像索多姆的空間, 生產業和哲學,都是在歐洲製作的。 所有被自摸化的魔鬼計劃都出口到所有其他國家, 雖然美國是其中最出口國,僅次於美國是歐洲。 以塞下四十七時一至十五爺利米五十,二十四三十二。 總的來說,四億人口國家是美國的盟友, 而聯合國都是他們的政策執行工具, 他們每年預算一次, 除此之外,所有已知的世界組織都在他們的指揮下。 總的來說,四億人口國家將跟其領導人一起付出罪漢不見的價錢。 在所有這些地區都將被徹底摧毀, 他們將被大自然的力量掃地出門, 他們的軍事庫存對和生產設施與所有的用戶將消失像灰塵。 因此,他們的國家將成為野生動物繁殖區, 沒有人類將生存和生存。 6.F. 亞洲這個大陸是廣闊的, 它有廣闊的土地和海洋面積。 在這個大陸,我們發現,俄羅斯、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 普庫曼斯坦、伊朗、哈薩克斯坦、 烏資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德克斯坦、 緬甸、泰國、坦布寨、 越南、中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 老國、香港、台灣、朝鮮、 韓國、日本、蒙古、 新加坡、尼泊爾、 斯里蘭卡和阿美尼亞。 這個大陸擁有世界人口的一半,超過三十億。 這些地區的人眾所知偶像崇拜, 中國、印度、泰國、 柬埔寨、越南、尼泊爾和尼泊爾, 所有這些幫都是佛陀的崇拜者, 還有其他形式偶像。 我們還發現,有百萬穆斯林和原教旨主義者。 在這個大陸,據信有2.5億多穆斯林生活在一起。 眾所知,俄羅斯有一億多東方東正教教徒, 在這個大陸內,大量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在生。 都有很多非信徒,一般來說, 這個大陸有多種面對的文化,信仰,政治設置,以及其他社會表現。 這個大陸將受到懲罰,直到他們被徹底摧毀,並變成垃圾箱。 其餘的你會發現詳細的事實,和懲罰,在每一個州的描述性章節。 6.G. 非洲非洲大陸以其貧窮而廣為人知,它擁有不少於7億人口。 在這個大陸,無論這樣,社會、政治、種族和經濟危機總是持續不斷。 一再的事實,即所有政府都是外國利益的工具,而不是為人民服務,他們代表外國勢力。 他們做什麼要這樣做? 是一個明顯的事實,所有這些是由大國安裝的,而不是由他們的人民選出的,國家被視為民主的偽裝。 對於所有這些暴行,英國、法國、美國、西班牙、葡萄牙、德國、比利時、意大利和荷蘭是眾所周知的殖民者和善動者。 最重要的是,英國、法國和美國是當今世界最為罪犯的國家,他們干涉和征服了世界上所有弱國,特別是非洲國家。 今天,眾所周知,英國和美國都是我們這個時代之王。 歐洲人搞亂了非洲和我們星球上所有其他貧窮國家,並遭受他們看不見的痛苦,直到最近幾十年,他們都追求新的殖民制度。 今天,在非洲的大陸,我們發現以下國家,例如,埃塞俄比亞、埃及、蘇丹、阿爾及利亞、利比亞、 摩洛哥、特尼斯、薩瑪里、毛里塔尼亞、馬里、尼日爾、紮德、中非、赫密隆、塞內加爾、江比亞、紀內亞、比兆、塞拉里昂、利比里亞、象牙海岸、加納、貝寧、尼日利亞、加鵬、邦哥拉、赤道、紀內亞、 蘇比亞、納米比亞、博慈瓦納、南非、萊薩托、斯威士蘭、馬達加斯加、馬拉圍、馬里、坦桑尼亞、肯尼亞、烏干達、布隆迪、盧旺達、江果等。 所有這些非洲國家,名義上獨立之後,都接受殖民主人所賦予的邊界。 非洲是一個地方,每個殖民大師的衰敗都在那裏被放下。 為此,很多歐洲宗教在非洲的升降就是一個例子。 非洲沒有獨立的政策制定,而是一切都來自歐盟和美國。 同樣清楚的是,所有歐盟成員國,亞洲國家和美國都在非洲談刷其商品。 今天,我們所有人都看到它,並知道,在所有面對世界的國家, 歐盟塞俄比亞是最貧窮的,物質和進步方面緊,是的是,我們歐盟塞俄比亞人最貧窮。 但是,我們現在成為唯一被選中的宗教臨時,歐盟塞俄比亞將掌握世界所有人口命運的命運。 歐盟塞俄比亞將有權統治整個世界,由全能的上帝賦予它的力量。 它將統治世界所有州。其餘的,你可以閱讀關於歐盟塞俄比亞的章節。 6H 澳洲該地區持有,一個巨大的賭墜,澳洲和其它小賭墜,他們是澳洲、新澤蘭、巴布亞新幾內亞和斐製是其中一些。 這個大陸被英國殖民,而土生土長的阿博金人被英國殖民這,有系統消滅。 白人仍然是州長,都控制著所有的經濟,安全和軍事機器。 換句話說,我們最好將澳洲稱為英國的另一面,是他們未來的命運,你最好看到章節,讓他們詳細描述。 5. 各國命運詳述。 耶利米五十一,一五十八,耶利米五十,二十四三十二。 一些國家有同樣的信仰,心理的構成與相同的文化,由於所有這些相似之處,當你閱讀本章時,你必須知道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會看到一個國家的命運在一個內容或兩個國家在一個內容。 擔造,因爲他們的相互關係,因爲他們將有相同的命運。 七至一美國巴比倫加拿大。 此,啟示十八,全部。 在此夜面中,我們將詳細看見巴比倫美國加拿大的命運。 我們都知道,美國有五十二個合適的州,沒有人對美國無動於衷。 每個人都認識他,要麼他是受過教育的人,要麼不是,每個人都認識他。 每個人都有興趣去美國生活。 在大家心目中,去美國意味著,要成為一個富有,富有的人。 受這種外貌的偏見,世界各地的很多婦女,去美國生兒子,都獲得公民權,他們出生在美國的兒子。 同樣清楚的是,世界各國都與美國有著根深蒂固的貿易,行政與文化聯繫。 從真正意義上說,美國是一個決定性的主人,在每一個州的命運。 他信任誰,如果他不撐,他將拋出他的反對政府。 任何政府,即使他得到人民的撐,他都沒有改變美國的政策。 因此,如果任何政府說不美國的指揮和政策, 那麼他將粉碎他的軍事力量或肌肉。 美國無處不在,因此,我們星球上的每一個國家和政府都必須有義務吞下這個美國製造的民主膠囊。 換句話說,我們可以說美國是世界很多國家和州的神。 巴比倫美國是所有雞尖、空間、生產業主人, 他都是地球上所有聚業的輸出者。 他將它作為一種文化聯繫的形式分發給所有國家,都作為貿易關係聯繫。 地球上的所有罪行多數來自美國。 美國經濟的一個州相當於歐洲國家的經濟之一。 所有歐洲國家,如日本、德國、英國、加拿大、丹麥、荷蘭、葡萄牙、其餘的經濟和政治實體都在美國之下。 他說,他們這樣做,常常服從他。 如果他打噴刺,他們太打噴刺,都是一個明確的事實。 眾所周知的真理,個個都,所有貧窮國家都在美國指揮,是他隔離。 他們都是歐盟、中國人、俄羅斯人和日本人的奴隸。 他們是美國旁邊的世界其他新殖民者。 魔鬼的主要指揮所值得於美國。 他的第二個指揮所都在歐洲各州、日本、中國和印度各州設立。 世界其他國家都有主要指揮所指揮,就是來自美國。 總之,全世界的人口都受被自摸化的美國、歐洲國家和亞洲國家的統治。 美國是一切邪惡行為的中心,如生產業、雞姦、通姦和毛術、星座掌握,都這麼多提到。 我們都知道,所有的罪行,如種族主義和野蠻的殺戮,以及看不見的罪行,這個巴比論美國之身。 我們都知道,美國是聯合國的中心。 的確,聯合國的二三預算總是由美國及其盟國之父。 就是為何我們都說,巴比論是美國。 今天,世界正處於毀滅的邊緣,可能是由被稱為超大力量的惡魔兒童造成的。 所有這些大國都有核、中子、生物和化學武器庫,能夠摧毀地球上所有生物,不是一次,但它們可以摧毀十倍的爭論。 在所有這些軍事力量中,美國是地球上最強大的國家,都是世界上所有世界性物質的領先國家。 美國旁邊是俄羅斯、中國、法國、英國、以色列、巴基斯坦、印度和朝鮮,都是魔鬼之手。 它們也是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庫的主導力量。 美國主要儲存的噴氣機、坦克、軍艦、導彈、炸彈、不同類型武器分級衛星數量不長。 它們所有囚犯的追隨者也是如此,我們都擁有世界財富的一義。 它們都是不同宗教的總部或中心,如抗議者、天主教、伊斯蘭教無神論者、猶太教、佛教、印度教等。 意味著所有的星球信仰都在美國有一個辦公室。 很容易說,美國是一個地方,每個人都接受訓練如何生活在地獄。 美國為它在科學、社會和政治成就方面的成功感到自豪。 由於這些唯物主義的成功,它徹底抹去全能的上帝法則。 同時,它將它掃地出門,從地球上所有地方掃去全能的上帝法則。 它被小魔化的黑暗統治取代了。為了這個黑暗的規則,它站在,它仍在為它而戰。 西方民主,它透過多種戰術和系統攻擊它們, 使所有真正的國際成為全能的上帝,到了消失的邊緣。 以塞亞三十四時一至十五。 美國所有這些看不見的罪行, 基於它所有無與倫比的和漢不見的罪行和罪。 在1998年7月3日開塞俄比亞歷法上, 我們的老爸,全能的上帝給了它的第一次判斷呼吸。 是它的判斷,它給了它第一次決定性的警告。 所有人類種類,特別是巴比倫現在美國。 沒有人給它一個價值。 相反,它們嘲笑,所以全能的上帝看到人類如何對待它的話。 然後它轉向它的第二個最後的警告, 在2000年9月27日開塞俄比亞日曆, 經過兩年同一兩年的內心。 第二個最後的警告是透過我傳達的。 我這樣做就好像全能的上帝命令我一樣。 再次,頑固的人類笑了,並開玩笑說, 最後的消息更好的,我可以說,最後的機會。 但是,正如我們所有人都看到了, 笑聲並無持續超過三個月。 症狀首先在美國出現,其次是歐洲人和亞洲人。 真正的國家崩潰鋪平了道路,然後金融危機, 隨後的經濟危機,或經濟崩潰,失業,股市危機, 工業危機等開始搶奪所謂的發達國家的財富。 但所有這些症狀,表明不屈不撓的破壞是在路上帶你與看不見的力量。 天氣瘋狂,自然力量靠著消滅你在同一條車道上抹去你。 所以,你必須確信,萬能的上帝的視線中,一切都什麼都不是。 全世界都在聽。 你個頭主人美國正處於崩潰的邊緣。 由於他的智慧物質進步和財富,你崇拜,讚揚他,並將他算作你的上帝。 所以,你的上帝美國要付出他應得的代價。 而且,他都會成為一個垃圾箱。 他所犯的所有罪行和罪過,而家營罪犯,都將使他為此付出代價。 全能的上帝會用看不見的火紅摧毀他。 大自然的破壞力會用看不見的力量摧毀他。 我們將看看他美國如何生存,誰掩體會隱藏他或他的軍隊可能會抵制。 只是個個都會去看他,他如何可能壓制他的痛苦和咆哮的死亡洪水。 正如兩條信息中提到的那樣,所有被譴責的國家都沒有得到喘息的時間。 但是,你是魔鬼的兒子,即使你進入你的死亡過程,你的力不會死。 所以,被全能的上帝強大的粉碎力量所奪走, 你仍然虛張聲勢地抵抗全能的上帝的手, 你說得太多,你甚至進一步說,你會挑戰全能的上帝。 但是,你必須清楚,你付出的每一項努力,你使用的每一個戰術都將無所事事。 相反,他們將給你帶來更多的破壞,將徹底抹去你,從地球的面。 你們這些美國,你怎樣能收到火的洪水法? 會由全能的上帝的憤怒中流過你。 你們這些歐洲人,你也時,你打算怎麼辦? 你怎樣能收到你即將來臨的地獄法? 當你主人美國將被消耗,上升的煙霧可以看到, 偏去世界各地。 那些要活下來的人,承受了衝擊之後等,不會輕易地回到他們的意識中。 都怕外賣的情況,他們什麼都不做。 以塞亞47,全部,一切被儲存,因為他的軍事肌肉會像無一樣消失, 他的朋友和盟友歐盟國家,都將有同樣的命運。 核,生物,化學,宗子,炸彈, 運氣機,導彈,軍艦,潛艇,戰爭目的的衛星, 所有你儲存的軍事武復和肌肉,將被完全摧毀,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每一個低間,空間殺手,誰感到自豪,他們的知識, 他們都與他們的服務材料將被摧毀。 所有領導人,州長,工業家,首席執行官,億萬富翁, 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領袖,他們的追隨者,伊斯蘭教領袖, 所有安全和軍事人員,誰是美國,歐盟,亞洲人,拉丁人都會被大火席捲。 我們的地球將被由人類的荒野中淨化, 無論他們為他人的破壞準備什麼,將成為他們自己的破壞性材料。 哪些被全能的上帝人持的眼睛看到的人將渡過每一個毀滅性的過程。 那些作為個人或群體幸存下來的人必須作出以下決定, 也就事說,他們必須由心中接受特瓦多東正教信仰, 每個人都必須知道,作為一個國家,唯一的避難所將是奧伊塞俄比亞。 因此,每個人都必須服從奧伊塞俄比亞的治理。 奧伊塞俄比亞是世界各國生存的唯一安全理由。 整個世界必須由奧伊塞俄比亞打你。 同祝福的王國,將是由全能的上帝在奧伊塞俄比亞建立。 我們都知道,你美國,你是魔鬼的中心,指揮辦公室, 但相反,奧伊塞俄比亞是全能的上帝的寶座的中心同錯, 祝福的仆人和兒子將統治其中。 那些想要同需要上議院聯憶的人必須跑去尋求庇護, 你可以在你們國家找到避難所, 他們在奧伊塞俄比亞的特雅多東政教。 你們國家的每一個奧伊塞俄比亞東政教都會被命令庇護你。 除此之外,沒有安全的地方將留下, 沒有地面沒有受到強風暴的火勢。 要在你們國家的奧伊塞俄比亞特雅多教堂內避難, 教會的領袖必須允許。 持久和約束的保險, 你的生活是, 極同跪低到光的王國, 將由全能的上帝在奧伊塞俄比亞的命令建立。 詩篇93-94-11-11-24-11-13 完成了。 沒有其他選擇留給你, 如果你有一個選擇, 你可繼續你的解決方案 , 道路是開放的所有選擇。 請記住,你不僅不得不跪低,而且,你必須相信埃塞俄比亞特瓦多東正教信仰。 你必須使禮和學習他的所有教義和法律的服務。 擔造之後,你將成為埃塞俄比亞特瓦多東正教的兒子和他的全能神的兒子。 你都會有一個真正的母親,永遠不會讓你向上帝爭恨和犯罪的世界。 她是處女瑪麗,你都會有一個堅定和值得信賴的朋友。 她們忠於她們全能的上帝的要和的話,她們是最尊貴的天使,如聖邁克爾,聖加布呂埃爾,聖拉斐爾,聖法魯埃爾,聖烏拉爾,聖拉格拉爾,聖薩灰爾。 除了所有這些,你都將得到所有光的天使的撐,她們都會與你一起緊,並將保護你面受這些被小魔化的世界。 誰敢碰你一根頭髮? 正如我告訴你的處女瑪麗和最尊貴的天使每張黑球你被全能的上帝人詞的眼睛看到,她們都會帶領你走上正確的道路,是事後的結果。 我們所有人都必須確信,將完成,全能的上帝所見的人詞者真是幸運。 每一個居住在外國,從未放棄奧塞俄比亞國籍,並信奉特瓦克多東政教的奧塞俄比亞公民,無論她住在哪裡,她都必須以奧塞俄比亞真誠的方式為幸存者服務。 對於由你的母地奧塞俄比亞指揮和秩序的流動,你不應該了,你會被告知,都經常被告知所有的事情,把同可能發生在世界各地。 一般來說,美國與盟國的歐盟和其他國家將受到美國同樣的處理。 加拿大作為美國鄰國,是一切的一部分,因為兩人都站在一起,任何他們的願望和面對,所以他們都將分享美國的命運。 墨西哥都是美國的南部,正如加拿大在美國方面所做的一樣,墨西哥都在做同樣的事,他們與美國站在一起。 他們是低間、空間、毒品主義者、毒品為基礎的戰爭領主,有組織犯罪分子和性實業家。 因此,墨西哥都將遭受同樣的命運,美國滿足。墨西哥和加拿大是眾所周知的,因為他們名義上是獨立的,但在實際和實際意義上,他們是美國第53和第54週。 詩篇9192,7,8AMOS 9時6-7,你美國巴比倫你的電影業,它產生這麼多電影,是可怕的,並教同鼓勵索多姆的,空間,生產業,種族戰爭,無政府狀態,武裝流民等。 這些都是魔鬼小魔化策略,所以它所有的底片都會落在你這些負數上。 你將被它縮放和測量,都會像電影描繪的一樣受到懲罰。 你為預防即將到來的危險而準備的一切,永遠不會庇護你,而是你會收集你播種的東西。 俄羅斯,中國,印度,日本和其他國家都根據其罪名的縮放和衡量行為,和美國分享懲罰。 你們的情報部門,所有通訊的工作,所有核,所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庫,都將被消滅在地球,與你們,誰是你們系統的後骨。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和見證的,整個世界的倉庫裏都裝滿了軍事武器,而不是食物或藥品。 你從你的頭主人魔鬼那裡學到了一切。 你信任的魔鬼令你想要的一切和依賴被小魔化,所以當付款來的時候,是正確的,你必須平等分享它。 聯合國,歐盟,塞托,北約,非盟,拉丁聯盟,和所有世界之名組織,他們都接受了小魔化的國家美國治理。 你再訴它,美國作為你的上帝。 個個都聽到並尊重美國的命令,而不是服從。 全能的上帝,你服從惡魔伯仁美國,是我們每日目睹的現實。 只是為了日常的手續行為,所有天主教徒,所有新教徒,穆斯林,佛教徒,所有印度教信徒,和所有其他宗教追隨者,口頭上,他們說,他們崇拜全能的上帝。 但事實並非如此,他們寧願服從,貴到美國值得信賴的魔鬼仔歐盟,和其他強國。 一般來說,你的老年罪行是由全能的上帝來衡量,釋放和判斷的。 在1998年7月3日,歐塞俄比亞日力上作出了第一個決定,並給了你。 但你從來沒有感覺到他,沒有給他一個價值。 在2000年9月27日,歐塞俄比亞力法上,最後一個同意審判決給了你,但你仍然保持沉默,並拉緊你的嘴。 因此,最終的執行命令和行動決定了,是永遠不會避免的,除非他完成,根據兩個消息的判斷和決定。 給你信任的魔鬼拯救你,還有你建造的掩體,你組織的軍事力量,你建造的天空刮刀,你身身身爐的經濟,你引以為豪的智慧,給所有這些拯救了你,保護你遠離即將到來的地獄。 當你看到,所有三個消息在一個,我相信他,你永遠不會給他一分錢的等值。 再多,你會充滿歡笑。更重要的是,不管他是誰,我告訴你,沒有人期望得到你的積極回應。 因為你是一個魔鬼的兒子和魔化的國家,你甚至把我算作一個精神病患者。 為你,是的,我是,但對於全能的上帝,我是一個簡單的撥人,一個說話的人,他的信息。 一般來說,無論你說什麼,怎麼想,或你相信,他改變什麼,你在消息中看到的一切將完成, 根據你在這些消息中讀到的每些。 所以,一定要在很短的時間跨道,你會看到一切。 古巴、尼赫拉瓜、古特馬拉、埃爾薩爾瓦多、哥斯達黎加、洪都拉斯、 牙馬加、巴拿馬和海帝、巴哈馬所有這些州都是島嶼,位於兩個美洲大陸之間。 北美和南美在這些島嶼內,天主教徒、抗議者、穆斯林、共產主義者等, 是佔主道地位的信仰,除了拉斯塔法女人,他們崇拜我們過去的國王海爾斯拉西皇帝。 所有這些國家都以通姦、低姦、讀品相關犯罪的罪業為主, 所有這些地區國家都完全淹沒在深罪的海中。 因此,他們被全能的上閉的眼深深篩選,基於他們的罪行和罪業,他們將被火的風暴蒸漏。 其他小島嶼,接近七至二中提到的島嶼。 維爾京群島,安歸尼亞,安提瓜酒吧,巴巴道雅,聖凱茨尼維斯,古德洛普,馬丁克,巴巴多斯,聖巴巴多斯,聖文特斯,格林納達,格林納達,摩薩德和多巴哥, 所有這些島嶼仍然受英國統治。其餘的島嶼仍然在美國和法國的統治之下。 他們都將被篩選,並將他們的主人要面對一樣被測量。 七至四,維爾京群島,哥倫比亞,蘇門達納,法語吉凱茨尼,阿克特,秘魯,巴西,巴拉圭,波利維亞,智利,阿根廷和烏拉圭, 這些國家位於拉丁美洲大陸內。這些州多數由天主教,新教徒,穆斯林和無神論者等宗教主導, 毒品相關犯罪都十分活躍。在這個大陸內,通姦、雞姦、聖產業和與毒品有關的有組織犯罪是根深閉故的罪惡。 因此,由於所有這些看不見的罪行,這個大陸被全能的上帝根據已經做出的判斷結果進行深刻的篩選和衡量。因此,他們將被看不見的火風暴蒸漏, 他們將受到懲罰,與全能的上帝的連續和不間斷的懲罰手。因此,這個大陸的所有國家都必須做好準備,最終判決。 對於那些,誰看到全能的上帝仁慈的眼,他們必須服從全能的上帝祝福奧塞俄比亞皇國和奧塞俄比亞特瓦多東政教的統治。 如果他們不服從奧塞俄比亞皇國和奧塞俄比亞特瓦多東政教的統治,結果將不停止由地球上完全消滅他們。 安全的唯一方法就是跪在全能的上帝的要員下。 聚里亞和伊朗這些國家完全受伊斯蘭法的管轄。而且,他們以血流而得,尤其是全能的神哥仔。 今天,正如我們所有人都見證的,這些國家是全能的上帝真理的狐狸敵人。 這些狀態完全在黑暗的統治的,和水晶一樣清晰。他們完全被魔化了。 那麼,這些狀態的命運是什麼? 在上帝的眼前,他們被發現,作為最根深蒂固的罪犯。 所以,他們將被徹底消滅消滅,那些在毀滅中幸存下來的人,在總數上將是小之有小的,他們將被視為一個幸運的人。 這些國家的命運將被迎入沸騰的熔爐。沒有正狀流給他們,對於這些粗魯的國家,他們所有的軍事機器,經濟,清真紫,和其他標誌,他們都將被消滅由地球上,他們將成為歷史。 像沙特阿拉伯、灰特、阿聯酋、迪拜、跨塔爾、阿曼、巴林,所有這些信尼派主導的國家,完全受伊斯蘭教法的管轄。 歷史告訴我們,伊斯蘭教起源於這個特殊地區,由先知穆罕默德。 年年有三百萬至五百萬穆斯林信徒去這個地方被祝福,但在實際意義上被魔鬼之魔法,跪在他身上。 這些州成產石油。魔鬼在這些州的中心建立了他的一個指揮所,叫做密加。 在這些州,沒有基督教崇拜的地方。所有這些州都以雞尖、空間和秘密性產業的做法而廣為人知。 這些州的命運會如何?隨著他們的全面毀滅在眉睫,這些即將到來的難以想像的破壞,如此嚴重。 他可以更好的說和問,會有幸存者啊?或者由這些國家,會有人得救嗎?這些都是他們的命運,他們將成為歷史。 同樣清楚的是,仍然很少,因此幾個幸存者將過著地球上最貧困的生活。 伊斯蘭,這個狀態是由全能的上帝的天意和諾然作為一個國家形成的。 這些人是神賜的民族,即使他們認掉了,他們是阿伯拉罕的兒子,他們是摩西,雅各,以撒的後裔,從這些國家,我們有最受喜愛的先知,如以太亞,耶利米,埃澤基爾等。 他們一直是愛的使徒的父親。耶穌都來自他們,即使他們是殺手,他們的懲罰和憐被保存在全能的神的手中。 過了一段時間,他們會知道並意識到他們殺手。因此,由於他們的固執的態度和立場,很少有人會幸運地憐憫。 以塞亞,33 時9至12,G,全能的上帝的懲罰之手永遠不會掛著他們,但將事結果,以色列將是阿爾塞俄比亞的小兄弟,並擁有這種特權,他們將管理自己。整體的精神指導將來自阿爾塞俄比亞。 尼巴嫩、伊拉克、約旦這些國家是眾所周知的,他們和苦內部社會危機,他們的社會是分裂的,都是人為的紐大國家。 尼巴嫩這個國家主要擁有實業派,遜尼派,巴勒斯坦人和馬龍派基督徒。因此,這種狀態是想述國家實體的混合體。 尼巴嫩,這種狀態是粘土淡脆弱,因此,簡單的衝突,他們的團結可能會崩潰,所有這些種族分裂的民族都沒有裝在象徵性的政府之上。 此外,低間,空間等很多多方面的犯罪根深蒂固,因此,他們將被疏離與無憂子的洪水的火,直至他們被完全消耗。 伊拉克我們都知道,這個州處於嚴重的動盪之中,十業派團體,一路是信尼派,另一邊是信尼派,另一邊是富爾德人團體,兩個團體正好相反。 除此之外,還有美國的支持者,所以這種狀況使得這個州成為解體,混亂的狀態,他們完全被無辜者的心罪和鮮血浸透了。 因此,他們的破壞是無法鼓勵的,沒有人保持緣風不動,他們會被抹去。 八至七土耳其此州位於亞洲西部,本身是在亞洲的。 大多數人是穆斯林,他們的管理是一個世俗的制度。 在這個國家,空間,低間主義和如此很多西方化犯罪根深蒂固。 這個國家都是北約成員國。這個州的命運是什麼? 這個國家的毀滅與歐洲和美國沒有什麼不同。 直到他們向幸運的埃塞俄比亞皇國新出手,他們的破壞永遠不會停止。 歐洲這個大陸擁有,世界上大多數已知的國家,好像英國,法國,德國,西班牙,意大利,丹麥,荷蘭,比利時,希臘,土耳其等。 此外,歐盟已故成員,如波蘭,捷克,魯姆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匈牙利,克羅地亞,盧蒂尼亞,拉蒂維亞,埃沙尼亞等。 這個大陸是眾所周知的,其深交織的組織稱為歐盟和美國稱為北約的團結軍事力量。 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系歐洲經濟。 在所有歐盟國家,特別是德國,英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荷蘭和比利時, 除了歐塞俄比亞的特雅多東正教之外,最知名的宗教,如天主教徒,新教徒,聖宮會,伊斯蘭教和其他宗教都處於良好地位。 除歐塞俄比亞特雅多東正教外,所有這些宗教都由這個大陸上升到了,他們是真理最有名的敵人。 他們殺害、自殘、虛流、追逐和折磨,很多全能的上帝的獻身兒子和使徒。 他們粉碎和毀滅了真正的宗教特雅多東正教,他們要自己成為真正的基督徒,要自己高於一切。 他們祝福他們的國家的殖民大師。 經過他們的批准,他們的國家的殖民主義者入侵和粉碎了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有色人種國家, 因為我們現在都是活的見證人。 今天,他們殘忍的殖民行為的痕跡與現實事實是可見的。 所有品種的天主教徒,聖宮會教徒和新教徒在非洲和美國有很多追隨者, 他們以種族滅絕行為和有力地把他們的多面性自摩化統治注入到每一個軟弱的國家中是眾所周知的。 這些所謂的殖民大師,用他們長期的殘酷統治、摧毀、粉碎、殺害和折磨每一個人, 除了他們的白人種族,其餘的人類都算作為日常使用而創造的動物。 今天,我們都知道,透過掩蓋其真實本質, 他們仍然透過宣揚民主、賄賂和安裝軟弱的統治者黎克世界, 他們仍然是一個承諾、歷史和小魔法的罪犯。 他們的經濟是由貧窮的非洲人和拉丁美洲人的汗水和鮮血建造的, 他們的殖民主人以奴隸聞名。 今天,歐洲是一個民主的倡導者,但正如歷史告訴我們的,他們是吸血者。 歐洲也是眾所知的,因為他殺害和折磨人全能的上帝。 幾乎所有的使徒在歐洲被殺害和搞刑, 所以我們最好說,稱歐洲為吸血者。 因此,我們最好說,歐洲是一隻狼,應該由全能的上帝來評判。 由美國領導,歐洲是魔鬼的第二個指揮所, 他都被評判,並將美國一樣放映。 G,他們的命運會是什麼? 他們將被所有自然力量完全掃蕩, 他們製造的毀滅性武器,為其他人所製造的毀滅, 將成為他們自己的自我毀滅力量。 沒有人會生存,即使很少人可能或能生存, 他們的生活將成為最悲慘的。 事後,我們只看到一個小一個村莊。 他們積累的所有軍事武父將變成他們自己的毀滅性機器。 只有野生動物才可以在他們的國土上生活和繁殖。 為了生存,為了生存,為了生存, 他們會恰求一切,今日的財富將永遠消失, 從所有這些破壞,那些生存的人將算作一個幸運的人。 為了逃避即將到來的大屠殺, 只有一個出讓,個個都必須跪低, 服從歐塞俄比亞全能的上帝祝福皇國的統治。 我知他們不會做同接受淡的義務,直到他們被徹底摧毀, 當我的意思是你應該跪低, 意味著你應該被自己不是口頭, 但他必須是由心臟,意味著接受真正的宗教, 是開塞俄比亞的特雅多東正道。 如果你不這樣做,只有機會, 沒有更多的時間,沒有更多的憐憫, 你永遠不會活下來,你會完全消失。 大自然的所有負面因素都會對著你, 你製造的所有反人類材料都會被消滅, 永遠帶走你。 英國英國詩篇 , 正如他的名字所表示的, 他是歷史上最偉大的國家, 羅馬時代過後, 現代文明由英國興起, 在他被搶的財富的支持下, 他透過搶奪殖民地而積斬起來, 他變得非常富有。 由於他的帝國遼闊, 全世界都相信並說, 太陽永遠不會在英國帝國落山, 英國是五大強國之一, 他都是歐盟的關鍵人物和成員。 在英國的土地上, 主要宗教是聖公會, 聖公會, 天主教徒, 抗議者和伊斯蘭教。 所有這些宗教都廣泛傳播。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 這個國家仍然充當殖民者, 當涉津巴布為內政, 他們仍然認為自己是一個殖民者。 他們都與美國齊頭並進, 每一個行動, 在每一個事情, 無論他們可能面臨或招致的危險, 他們一起做。 英國是無神論者, 哲學家的主要中心之一, 查爾斯達爾文淡, 英國在那裡樹立了者座標像來紀念他。 他都是以物質成功和科學發展為榮的國家之一。 英國都是金融中心的主要中心之一, 都是美國的守門人, 都是美國在世界各地的利益。 這種狀態都深深直根於雞尖, 空間和性產業的行為。 他的命運會如何? 在一切英國沒有什麼不同, 美國,在所有的事情, 他們站在一起。 因此, 他們毀滅的命運是一樣的。 他們積累的財富, 黃金和財富將完全消失。 他們所有的軍用機器將全部被摧毀, 所有的軍人。 他們積累的每一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庫, 都會摧毀自己。 他們擁有的所有東西都將被淘汰, 除了那些對健康人類有用的事物。 那些誰可能留在所有這些破壞將不得不提交, 並給他們隻手的規則? 全能的上帝祝福波伊塞俄比亞王國。 是唯一你必須做的事情, 如果你想活著。 你是英國, 記住你是一個誰將黑頭。 憐憫由歐塞俄比亞的祝福王國。 作為歐盟成員國, 聯合王國以史雞姦, 女權主義, 空間和生產業合法化而廣為人之, 所以你必須付出代價。 而且你像其他歐盟成員國和美國一樣 偷走了所有歐塞俄比亞文物。 在支付了最高價後, 你將歸還他。 法國另一個歐盟成員國是殖民大師之一。 英國隔離, 每一個殖民等和新殖民罪行和針對人類的罪業中, 法國不大於英國。 她是低姦、空間和生產業等的母親。 擁有龐大的軍事機器, 她都是超級強國之一。 她在她的股票、核、宗子、生物、化學、武器、 還有導彈、噴氣式飛機、軍艦、 潛艇和其他先進武器。 這個國家被各種宗教所支配, 主要是由天主教徒、新教徒、穆斯林, 和其他世界數量和規模的宗教。 我們自己的港口吉布提有殖民九九年, 經過這些年, 他們透過名義上的獨立, 將它變成了新殖民主義。 他們重建立了一個軍事基地, 除此之外, 二十一世紀的新殖民者美國都建立了他的份額的軍事基地。 在殖民時代, 意大利和英國是我們的敵人之一, 他們搶走了現在的北納特里亞和薩瑪利人。 因此,所有所謂的西方國家已經犯下, 並且仍在對我國犯下多方面罪行。 埃及為了對阿布巴伊的利益, 其餘的西方國家為了他們對我國的整體利益, 仍在採取同樣的殖民化策略。 他們使我的國家成為一個土地所定的國家。 因此,對於所有這些罪行, 他們將付出他們應得的代價。 法國作為國家將處理看不見的火的風暴。 消費的破壞永遠不會停止, 直到它變得完全一掃而光, 每一個軍事武器和武器分級材料都將秘書地出門。 你將在埃及塞俄比亞的幸運狀態被審判, 因此,你仍然無憂鬱的犯罪行為。 昨日意大利, 今天你, 粉筆我的國家, 你都會被粉筆, 直到你減少或消失在地球的臉, 沒有任何東西留在你, 你的殘如章, 都必須黑土, 你必須服從並服從我國家埃塞俄比亞的幸運王國。 米加爾時一至三, 十至一亞洲這個大陸是廣闊和廣闊的, 它主要持有俄羅斯、中國、印度、日本等, 比我們由大陸主要逃的國家十至二俄羅斯開始。 這個國家有著悠久的喜喜樂樂的歷史, 它擁有廣闊的海洋和陸地質素作為它本身。 俄羅斯擁有強大的行星和巨大的軍事機器,僅次於美國。 在其人口中,估計有一億人是東方東正教的追隨者和信徒。 應該很清楚, 這種正統觀念不像特瓦多東正教的完全相似, 他們傾向於天主教徒的再打法, 現在加入歐盟的其他東正教信徒是追隨者之一, 但今日,他們將自己作為伯仁和天主教徒的主題。 俄羅斯是五個大國之一, 他擁有僅次於美國的巨大軍事力量,但就經濟而言, 由於好多西方傾向國家分離, 他變得軟弱無力。 即使他變得如此, 現在他嘗試著,並作出捲土重來的進展, 他們現在處於有利地位的政治立場。 在這個國家都擁有大批共產黨員。 正如我們在美國所看到的,俄羅斯也是如此, 有雞姦、通姦、有組織犯罪, 去打結同三民主義的態度, 都所有類型的罪系生活方式。 你忽視他對全能的上帝的警告和決定, 他要付出代價, 他應該為此付出代價。 如此多種類型的火力風暴將消滅他所有的核、 宗旨、生物、化學、彈黑、 戰機、軍艦、導彈、 攻擊衛星和其積累的所有軍事機器。 俄羅斯從未聽到全能的上帝的建議和警告。 相反,他遵循自己的願望。 由於懲罰的分離, 東方東正道的追隨者, 受到懲罰之後緊, 最終將了解他們所犯的錯誤和罪, 並將轉向特瓦克多東正道的奉獻信仰。 在維持毀滅性的災難性行為和懲罰全能的上帝之後, 國家特其領導人同在一切精神和世界生活中, 必須服從、接受和跪下, 服從塞俄比亞這個祝福王國的治理。 耶利米4時26分31, 開閘基爾22比15。 如果他堅持否認, 那麼他的命運將將巴比倫美國。 那些缺離的國家, 如波蘭、烏克蘭、 檢查、 克羅地亞、 波斯尼亞、 匈牙利、 保加利亞、 羅馬尼亞、 和其他誰缺離俄羅斯作為獨立國家, 現在加入歐盟和歐盟的武裝派別,是北約, 所以他們做了魔鬼說給他們做的事, 根據他們的選擇, 他們將被測量和縮放, 因為歐盟國家將被測量和縮放。 所有選擇歐盟的國家都意味著他們都選擇了天主教徒、新教徒、索多姆教徒和通姦者作為他們對未來活復頭罩的願景。 正如我提到的歐盟,這些東歐國家,信任他們的知識、財富和技術進步, 他們相信他們,意味著,知識和物質的成功和財富是他們的上帝。 東歐國家也是如此,他們把自己交了歐盟, 所以他們的墳墓將與歐盟同同,他們將被大火直卷,他們選兄弟是歐盟。 為了逃離所有這些災難,只有一個出讓,就是你必須將自己被即將到來的歐塞俄比亞的福氣王國, 你可以作為一個國家,作為一個政府,作為一個組織,甚至作為一個個人。 作為一個國家,唯一的避風堂是歐塞俄比亞。作為避難所,如果你被國家有一個特雅多東正教教堂, 那麽它可以作為一個臨時避難所。 十至三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 土耳基米內斯坦,格魯吉亞,卡薩基斯坦,和白俄羅斯, 這些國家位於中亞,他們由俄羅斯分離後就獨立了。 這些國家也有不同類型的信仰, 例如伊斯蘭教、天主教徒、新教徒、佛教徒和東方東正教一樣, 這些國家都擁有大量的天然氣。 在這些國家,在同樣的通姦、低姦, 有組織犯罪和各種罪業成日一場日常的戲劇。 因此,基於他們的罪行和罪,他們將被火折磨,他們將被火蒸餾。 總之,他們所做的和正在做的事將遵循他們。 十至四亞美尼亞這個小國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他的主要信仰是亞特瓦克多東正教, 即使他們與我們的信仰是一樣的, 是他們的社會內,同樣的西方犯罪和罪佔上風, 因此,由於這些邪惡的行為,他們都會透過蒸餾火。 十至五亞富汗,巴基斯坦和蒙古。 十至五亞富汗,巴基斯坦和蒙古。 十至五亞富汗,阿富汗,阿富汗, 這州以其基本的伊斯蘭主義而著名。 阿富汗國家是伊斯蘭的堅定信仰者, 正如世界所說的,並相信,他們之身恐怖, 所以他們必須被軍事力量壓垮。 但對我來說,即使他們在所有行為上都是錯誤的, 態度都很明顯,他們爭取著自己的生存權, 都是為了他們的獨立性。 今天,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北約、美國、巴基斯坦作為西族線別盟, 在自己的土地上與這些堅定的人民作戰, 但正如我們清楚地看到,他們抵制了他們,都抵制。 但是,就違反上帝的本性的整體罪行而言,他們必須受到懲罰。 由於這些,他們將被火衝走,不僅僅嚇他們。 那些與他們戰鬥的人都會與他們一起消失。 像,巴基斯坦這個國家將受到火海的評判, 因爲他們都擁有核武器,使得他們受到懲罰,其衡量標準與擁有核武器的人相同。 因此,他們將被壓垮,直到他們不能作為一個國家,一個國家或一個群體站立。 GML0 & GLLDA, 這個獨立國家介乎兩個大國之間,俄羅斯和中國。 他們都會被審判,根據他們犯同行史的罪。 因此,真理之火把蒸餾他們。 十至六,以中國這個國家在人口,軍事和經濟方面都厲害。 他們擁有世界人口的一四,他們都是五大強國之一。 他們指揮著龐大的軍事機器,在經濟領域,他們都迅速發展,並努力影響很多國家的經濟。 中國的人口認為,主要是佛教、儒家、道教和神道等。 他們都信很多野生動物,他的徽章是龍,從這些國家,是令人厭煩的,找到一個真正的人全能的上帝。 野利米爾十五,十五、三十八人口眾多的中國是一個富有的魔鬼。 他們都依賴同信任他們的知識,財富和人口數量。 面對萬能的上帝,中國被放大,測量和深刻篩選。 所以,沒有什麼有價值的東西,可以讓他們看到與全能的上帝的憐憫。 所以,你中國人必須知道你,你的行為是一個真正的。 那麼,這個國家的命運會是甚麼? 從這個中國人那裏,沒有什麼是一個國家會留下來的。 他們將被掃地出門,從地球上消失。 很難找到一個性的人和社會。 他們積累的戰爭機器,他們所建立的所有軍事力量,如美國、英國、法國和俄羅斯,將被一場風暴摧毀。 他們所有的武裝人員,由指揮到軍人都將被淘汰。 所有超級大國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中國和同胞成長的超級大國態, 他們都將成為歷史作為馬雅和英克斯。 他們的毀滅將是快速和緩慢的。 行動的緊要,是打爛他們對知識、財富和軍事力量的依賴,以及對全能神的話語的忽視。 行動緩慢,只在延長他們的痛苦和痛苦。 你太固執了,沒什麼將保持未粉碎和摧毀,完全。 十一至一緬甸、泰國、柬埔寨、威特南、魯國、韓國、韓國和尼泊爾這些國家有幾乎相同的心理構成和相同的信仰, 如佛教、道教和神道,他們都有相同的文化,除了朝鮮。 誰追隨共產主義?在韓國,天主教徒、新教徒和穆斯林都很少存在。 但其餘的人口將中國品種儒家教佛教、道教和神道,作為他們的主要宗教。 昨天,泰國和簡報寨處於戰爭的邊緣,局勢仍然持續。 他的原因是什麼?是佛老子將他們帶到自命的衝突。 這座寺廟位於兩國邊界之間,他們相互碰撞,這種小魔化的衝突不會停止,都不可能很快得到解決。 這些國家違反萬能神的立元和命令,他們正式崇拜偶像,他們每天的甘德,全能的上帝憤怒,所以他們將被大火直卷。 很少有微不足道的人能活下來。 十一至二馬里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台灣和新加坡這些州, 位於印度洋中部,大多數人口是伊斯蘭信仰的追隨者。 他們還包含很多小島嶼。這些州都被認為是伊斯蘭主義者的寶女之一, 除了穆斯林、偶像崇拜者都在行使他們的盲目信仰。 此外,這種通姦、低姦和生產業經常被實踐。 生產業是很像歐洲、美國淡的活行,所以這些聚和聚是例行公事。 這些國家將被火海消滅,那些誰可以切法逃脫? 很少是他們的數字,是幸運的。 印度和西里蘭他,印度是一個亞洲國家,擁有我們星球上第二大人口。 他有十一億人口,其經濟都像中國一樣發展。 他們都在苦苦掙扎,與這種狀態的市場的影響。 印度教信仰估計有八億信徒,還有兩億穆斯林,其餘的人口遵循不同類型的信仰。 這個國家被認為沾滿了很多使徒的鮮血。 這個國家都深受通姦、雞姦、生產業與偶像崇拜的深層。 以以塞亞書14,全部。 印度擁有暴核武裝軍事機器,並儲存了大量類型的武器庫, 他努力保衛和攻擊任何可能的敵人。 他的命運是甚麼?所有偶像崇拜者將被他們的偶像掃地出門。 他所有信任的軍事力量將消失。 所有軍人,除非他與世界其他國家服從並接受祝福的埃塞俄比亞的治理, 毫不猶豫地接受即將來臨的命令。 如果他們不敢做,他們將遭受非常艱苦的痛苦。 在印度,正統信徒很少,如果他們被發現到萬能的上帝的話, 他們將途缺跡將來的地獄和後果衝擊。 斯里蘭卡,血染的國家面臨著與印度一樣的命運。 日本這個國家是眾所周知的技術先進的工業產品, 如電子、汽車、高度精密的機器和儀器等。 以塞亞五十九時三至九。 他位於亞洲東部和美國西部。 他都是一個島嶼, 他擁有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 日本沒有明確的信仰像他的主人美國。 在這裏日本各種信仰佔上風, 除了所有有色人種的信仰, 他都深深透了雞尖、通姦、 性產業和所有類型的犯罪和罪業。 是日本的日常生活。 在萬能的上帝眼中, 他的命運會是甚麼? 他是硬閉劃美國的另一面。 因此,在每一個行動, 他將被衡量將美國, 每一個行動和懲罰, 把在美國都將重複在日本。 全能的上帝的懲罰性之手, 告訴他們,他們是多感心地激怒了他。 幾十年來,他們積累了財富, 要他們感覺高於上帝, 因此,他們會看到他們 甚麼都不是上帝的視線。 一切對人類日常生活有用的東西, 都將繼續為全能的神福全的男人和女人所生。 他的災難長度將取決於他緩慢地跪低, 由全能的上帝的決定。 他們必須向全能的神的受祝福福人的管教, 他們將統治同居住在埃塞俄比亞。 十二至一澳洲, 辛澤蘭, 帕帕爾紀內亞和匪制這些州位於亞洲南部, 位於印度洋和太平洋中部。 澳洲和辛澤蘭仍然佔主導地位, 由他們的殖民者後裔, 英國人和荷蘭的後裔統治。 兩個州都是大和賭罪。 真正的原住民原住民仍然是其直民主人的管治對象。 兩個州澳洲和辛澤蘭確實與美國有軍事聯盟, 所以就其性質而言, 這些州都是美國的真實面孔, 我們最好說, 他們是美國利益的先鋒, 這些國家完全實踐歐洲和美國的行為。 他們是雞姦、空姦、 他們實踐同造性作為一個行業, 甚至透過這些, 他們將他的法律作為法律實踐。 因此, 他們將會遇到看不見的大火、 洪水和風暴, 直到他們被完全消耗掉。 殘餘者必須向奧塞俄比亞全能的上帝祝福的王國新出手。 如果他們不遵守這個命令, 他們將被掃地出門。 十三非洲我們可以找到這個在地球中間的赤貧家園大陸。 在各方面, 這個大陸都受到歐洲人和美國的各種壓迫和壓迫。 這個大陸擁有五十二個獨立國家。 直到最近幾年, 非洲一直被歐洲人殖民。 英國、荷蘭、法國、比利時、意大利、葡萄牙、德國和西班牙是非洲的主要殖民大師。 同樣,幾個世紀以來, 非洲一直完全受白人主治, 都是現在的世界主人美國成為在這個階段, 以犧牲非洲黑人奴隸為代價。 沒有一個人, 我們可以比較各種苦難的生計和忍耐, 如非洲。 可能是南美洲會等於他。 G、西非、莫羅科、 毛里塔尼亞、 阿爾及利亞、 塞內加爾、 海普忽德、 江比亞、 紀內亞比兆、 紀內亞、 塞拉菇、 利比里亞、 象牙海岸、 布爾基納法索、 金納。 我鄉下埃塞俄比亞的這些敵人在每一個政府崗位上都安裝了他們的傀儡和傀儡, 他們用阿爾及塞俄比亞的所有國家遭受專制統治。 暫造, 他們仍然做魔鬼的要人。 那麼,阿爾及塞俄比亞會發生什麼呢? 每個都必須知道, 埃塞俄比亞是一個幸運的國家, 所以每一個邪惡的做者, 由領導人到他的軍人都將得到處理。 那些攻擊我的國家和我們的信仰的特雅多。 沒有嚴厲的懲罰, 東正教永遠不會被通過, 不管他們是誰, 沒有人逃脫懲罰。 每個罪人除非在比定時間內悔改, 否則永遠不會逃遭法外。 每個通姦、低姦、去打劫等相關犯罪的從業者都會按照自己的心意付出代價。 正如我們今天所看到的, 我們的政府支持國家的敵人, 如原教旨主義者, 天主教徒, 新教徒, 憲法的封面。 最後,我想告訴你們, 你們必須記住一件事, 任何針對我信仰的邪惡行動和言語, 阿爾及塞俄比亞東正教特雅多永遠不會沒有懲罰。 阿爾及塞俄比亞我心愛的國家, 阿爾及塞俄比亞是真正宗教的基地和家園特雅多東正教。 阿爾及塞俄比亞是全能的上帝的光芒照耀他的地方, 都是上帝祝福人的寶座的坐坐, 整個世界的所有地方都將被統治, 在每一個精神和世界性的事情。 阿爾及塞俄比亞是一個全能的上帝保佑, 解脫和治癒每一個人的地方。 哈巴克夫克三時二至十九 阿爾及塞俄比爾三十四比二十三三十一。 全世界的每一個人、國家、政府都會被吸引和引導到真正宗教特雅多東正教的基礎知識, 他們會每日飲,就全水淡。 對於其餘的事實, 我建議大家仔細閱讀每一個字。 十七南非、納米比亞、 津巴布維、 讚比亞、 莫桑比克、 馬達加斯加、 萊塞托、 馬拉維、 國慈雅納、 莫裡蒂烏斯、 科摩羅非洲的一部分。 區域在他的所有總體活動和結構中是相互交的。 在這個地區, 白人殖民大師的痕跡出現在生活的各個領域, 殖民大師的兒子們還在做他們的父親討厭的做法。 雞姦、 通姦、 性產業, 有組織犯罪和搶劫淡。 他們幾乎都是天主教徒、 新教徒、 穆斯林和其他文化信仰的追隨者。 在南非在某種程度上, 特雅多東政教被實踐。 這個地區將受到洪水和大火的懲罰。 其餘逃離整個災難的人必須服從奧塞俄比亞皇國的統治。 如果他們否認, 他們的破壞將永遠不會停止。 十八斯坎的馬維亞人瑞典, 芬蘭、 挪威、 格陵蘭、 丹麥、 冰島、 奧爾蘭等周圍於歐洲北部、 美國東北部、 加拿大東部和俄羅斯西北部。 由於該地區位於北極頂端, 最大的陸地被雪覆蓋。 幾乎所有人口都有新教徒覆蓋, 在經濟上, 他們是一個發達的, 正因如此, 他們過著奢侈的生活, 由於如此舒適的生活, 他們成為所有聚業的好資生地。 因此, 他們深深沉浸在雞間、空間、 生產業, 他們將它作為一個法律行為, 並生活與他, 這些國家都為他們的知識和財富感到自豪。 他們幾乎忘記了他們的創造者全能的上帝。 這個地區將被徹底抹去, 所有自然災害的力量, 將沒有看到任何殘餘物、財富、知識、 所有積累的財富都會消失。 他們所有的實業家、領導人、 將軍和所有高殖民地都宣稱社會將無法生存。 他們將被所有雞姦、 通姦和罪人消滅。 他們將被營到海里。 由上到的, 所有這些國家將被看不見的火梳離。 事後, 他們必須服從, 服從, 都跪低到埃塞俄比亞的福國, 無其他選擇與其他方式逃脫。 19 所有人類種類, 仔細和細心地聽。 每個人必須採取什麼步驟? 詩篇23、24 在閱讀所有消息並好好地理解它之後, 將閱讀基於前兩條消息, 你必須閱讀最後一個執行決定, 理解所有信息之後, 你認真執行最初的兩個信息, 你必須按照萬能的上帝在所有的信息中發出的人來, 命令和命令去做。 所有的信息都是眼鏡, 所有真正想知我們地球未來命運的真相的人。 祂會讓你深刻地看到全能的上帝的所有事實和真理。 如果你真的關心你的命運, 這是唯一的出路, 你必須有這個信息, 並深刻地理解它。 保持安全, 幫助他人擁有它。 還要擴展, 判斷我們世界發生什麼。 都看下全能的上帝的戰士, 如何執行我們全能的父親的命令和決定。 人所到達的所有空間, 所有海洋, 海洋和陸地質素, 都將按照主在所有信息中解釋的決定處理。 詩篇十八,十九八至九所有世界領導人, 世界各國, 每一個富人和每一個窮人都將被全能的上帝的光所評判和篩選。 所以請仔細聽他的心臟, 每個人都應該採取什麼步驟? B,特別是國家領導人, 參議院議員, 眾議院議員, 以及哪些有責任向人民解釋, 並幫助國家獲得有關整個信息的適當信息的人, 而且他們必須為哪些上來奧塞俄比亞的人提供有效的信息。 因此, 每個都必須知道, 他必須獲得足夠的有關海塞俄比亞的信息。 市, 每個法官、 安全官員、 檢察長和士兵都必須知道, 你所有的權力都幫你不到, 都不會庇護你, 所以, 正如消息命令你。 D, 每一個持有或隱藏有關信息的信息的國家領導人都會受到嚴厲懲罰, 他還必須知道, 不會憐憫他。 因為他欺負和抵制人民搬到避風塘, 所以憐憫不會給予他。 基於他們的粗魯態度, 所有責任人, 無論他們處於高或低的位置, 都會被縮放, 衡量並得到他們應得的。 D, 所有隱藏消息的人, 消息一寫在1998年3月7日, 消息二寫在2000年27月9日, 最後第三條消息, 從達到所有人類種類將付出最高昂的代價, 沒有人無法想像。 尤其是那些媒體, 電台, 電視台, 報刊, 雜誌和報紙, 特別是他們的編輯, 他們發誓要講真話正如新聞道德, 告訴我們的從來沒有像他們所期望的那樣, 他們從來沒有像他們嘴邊說的但為整個國家講真話, 他們是為他們服務著。 直到現在, 沒有媒體人, 沒有人敢向地球各國公開。 因此, 表明, 在媒體和媒體中服務的所有人員都是政治領導人和組織的人, 當他們呼吸你太呼吸, 當他們打噴刺你都淡做。 你們是世上最殘忍的罪犯, 你持有真理, 而不是你說假作為一個真實, 所以你是我們時代最醜的罪犯。 你鼓勵雞奸、空間、生產業透過你的音樂、電影、報紙和雜誌。 但看到所有這些嚴重犯罪行為違反全能的上帝的本性和命令, 這些最終消息來擴展和衡量你。 你怎能逍遙法外這法?等等, 你會看到的。 我再次向你保證, 你永遠不會逍遙法外。 F 通過忽略者寫信息, 並算作一個精神病患者的文章, 我知道你永遠不會忌他一個價值等於你的口袋生秀美分, 更進一步, 你可能會充滿笑聲, 就是我期待你的, 你為你的知識、財富、軍事能力, 和經濟動盪感到自豪, 但你必須確保你會成為一個垃圾商, 無恨, 你將成為一個空白的歷史。 世間上每一個國家, 和每一個儲存了最具破壞性的武器的國家, 如核、生物、化學、中指、戰艦、潛艇、 戰鬥機、轟炸機、坦克、導彈、砲兵、炸彈、 武器等級衛星、情報服務衛星和一切形式的毀滅性武器, 都將全部消除, 所有儲存上述武器的所有國家和國都將由地球上所有方面消除, 奧澤基爾 26、27 全部, 誰將領導整個世界, 他的坐在哪裏? 世界將由貧困的奧塞俄比亞領導, 全能的上帝祝福世界領導人將永久坐阿迪斯亞貝巴奧塞俄比亞等, 因此,全能的上帝將統治阿迪塞俄比亞。 事後,世界各國把心甘情願或強行接受阿迪塞俄比亞的治理, 無得選擇。 世界將由全能的上帝祝福的國王和國王領導, 他們將統治世界所有地區, 由國王的國王領導, 國王將包為長者和祝福的全能神的選定的人。 他們將建議和支持國王和國王的國王。 在靈性物質中,世界將由一位父親領導, 他是被挑選的祝福哥伊塞俄比亞特瓦多東正教老爸的領袖, 都是有福的父親, 他們全部由全能的神拜領, 我們的父親是聖靈, 意味著他們全部被主的要人所指派。 在世界各地,全能的神, 哥伊塞俄比亞特瓦多東正教老爸, 的真正兒子將被派去同指派執行使徒任務, 由全能的神聖靈賦予權力。 在世界各地,由上道的行政區的所有職位, 將由靈性之父和具有專業技能的管理者領導, 由世界一個全能的上帝祝福的憲法領導統一行為。 在法律的範圍內, 我們領導並照顧國家精神生活的聖父們, 將擁有與他們的地位平衡的所有管理者的權力。 所有世界性和行政事務都將以全世界一個祝福的憲法為基礎。 G,通過慣常手段養成的每一種習俗和習慣都將得到因別, 那些否定祝福憲法的人將由地球的所有臉上被拋棄, 那些不可反對憲法的人將適合為一祝福的憲法。 G,摘茶女A4,5全部,行政區域及其所知。 在世界各地,各種行政結構將案如下規定建立。 23A,非洲非洲大陸將分為四個部份。 聽!我尊敬的母親和父親,還有我的兄弟姐妹同胞, 你們給我們的父親開明的聖靈的因典和教導, 你們有一隻耳朵和一隻眼,就是看和聽, 扮那些盲木咬和龍子的精神生活方式, 必須知道他們被保留為即將到來的致命火。 你們各個,你們都應該提醒自己, 不要用天罪來普操, 因為他們與現在完全黑暗統治的生活完全不同。 整個世界將被清洗出所有的骯髒和罪惡, 無殘餘物會留下所有罪的症狀,將被消滅。 透過蒸餾過程,你們中那些奔奔有禮, 真誠,心碎,奉獻愛萬能的上帝的人, 將會與他的親人一起度過這場動盪。 但是,那些殘忍的人,罪人, 以及那些違反全能上帝的威和命令的人,將會消失。 畢竟,全世界都會被全能的上帝的愛所欣典, 並且會得到祝福。 當時,各國彼此相愛, 每個人都會有他所需要的。 如果他遇到任何類型的問題, 他會為他所愛的父親祈禱, 主會立刻聽到他的聲音,也自好他。 每首歌,感謝給予我們的父親祈禱的上帝, 將是由心,他們是好的未給他。 所有參數,所謂的衝突,將消失, 每個人都會在埃塞俄比亞特瓦多東政教的保護散敵。 整個世界將有一種貨幣。 講強弱,貨幣就會被淘汰。 每一個教育、保健、社會事務和司法都將按照一步憲法在UNISM進行。 30K,每個國王的楚將決定所有出來。 憲法,在地球上的所有地方,每個地區領導人、國王,都將有他選擇的楚城與王國曬的榮譽。 31L,埃塞俄比亞人的精神指導會是什麼? 正統特瓦多教堂 三時一至六。 如前幾段所述,世界所有地區將有一位國王統治, 都有一些同屬國王統治, 他們將得到全能的上帝的祝福和授權, 他們將統治整個世界,由聖靈的指引,人行和命令。 國王統治緊的,行星地區的每個地區將有自己的總統、總理、 部長、州長和行政人員, 他們都將得到一部有福的憲法賦予他們權力。 由聖父領導的埃塞俄比亞特瓦多東政教都將像政府一樣建立他的結構。 所有固執和被自摸化行為維持的人將被投入消費和噴火, 其餘的人將黑球死亡帶走他們, 但他不會輕易和即刻被那些誰幸運地看見所有這些破壞, 將是全能的上帝的力量的驚人顯示。 你們每一個信守信息的人, 都必須服從你們所期望的一切事情。 在全能的上帝的懲罰之手流動之後, 通過動亂的殘餘者必須服從全能的神的秩序。 他們必須知道他們得到了他們的憐憫, 不要像死亡的囚犯反彈重複罪和罪孽。 那些去世的人必須成為他們的榜樣, 他們必須記住發生什麼事, 那些死亡的研究員, 誰去與他們的小魔化行為, 地獄。對於今天的開賽俄比亞政府, 你必須知道所有必要的, 及時的解釋和命令, 他把在阿姆哈拉文版的信息中給予, 當全能的上帝命令我這樣做時, 他都與視探性的命令。 但總的來說,你必須知道, 你不應反對任何命令和決定, 這些命令和決定是流動的, 並將流向整個世界。 要在全能的上帝的公平眼中被看見, 你必須避免你的過去與現在的錯誤, 如果你堅持同樣的愚蠢行為, 以你自為道向, 用至少魔化的戰術, 不會憐憫你, 懲罰都將如此嚴重, 你無法忍受他。 詩篇124、125, 一開室閱讀全部。 結論, 地球上所有的男人與女人, 我確信你仔細閱讀了所有的訊息, 因為他決定你的生活和命運。 你目睹的所有訊息都告訴你一切。 消息一, 寫在1998年7月3日 埃塞俄比亞日曆上, 或在2006年10月14日 歐洲日曆。 每GG消息二, 寫在2000年9月27日 埃塞俄比亞日曆或2008年5月 歐洲日曆。 每GG和第三條消息, 你現在閱讀中, 發出前兩條消息。 正如你們各個都理解的, 我托信, 以下行為一定會跟隨你。 但是對於那些害怕全能的上帝的人, 結果將是一個令人愉快的結果, 即使不是一場戲劇, 這個動作都可能被他們害怕。 對於那些從來沒有信仰或信仰, 無形容是他們的生計, 將忽視或不會閱讀這些 他們的命運決定的信息, 更進一步, 他們可能會充滿笑聲。 不要緊, 是他們的權利說每一個負面的話, 侮辱或任何他們想說的, 給他們說。 他們必須託保障之父全家。 那些打算閱讀所有消息由一至三, 仔細, 我建議他們一件事, 只是有三個在一個小插子 形式全能的上帝的信息。 並使用它作為你的日常參考, 在你面前的一切都會清楚, 你可以根據你手中的信息進行測量, 縮放和判斷。 是一個白話, 告訴你遙遠的東西, 使它靠近你, 可以看到和理解。 正如我們所有人目睹緊和看見它一樣, 人類所做的, 是它所有的年齡中仍然做著。 是事實, 它從來不接受建議和警告, 但它只是追求, 因爲它經常這樣做。 展示和象徵一些排練行動, 我們的父親全能的上帝已經給了標誌, 雖然它的憤怒是火化, 它仍然從來沒有採取那段措施, 而是了行動它採取, 可以令人類回到它伸出隻手。 但我們從來沒有考慮到它, 經人的人類拒絕了全能的上帝的所有努力, 並且繼續照常工作, 未能應付一切努力。 G.C.P.105-106-13-40, 我們每天看到的所有症狀都表明, 要採取一種全州行動。 雖然全人類都忽略了它, 我們每個都朝著自己的願望前進, 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 來到我們身邊。 正如我們在澳洲所看到的, 在東南部發生的大火, 其中嚴重的洪水同時奪走了東北的所有房屋。 整個歐洲幾乎被惹雪覆蓋, 經濟危機仍在加深, 經濟衰退將變得更加嚴重和加深。 失業率將迅速上升, 事故將成倍增加。 每一個假定的解決方案都將失敗, 所有的努力都將消失。 主耶穌留給他的父親和榮譽皇位後, 在我們的父親聖靈的全力支持的, 使徒們忍受著照顧他們使徒使命的責任。 當他們完成他們的使徒任務, 他們透過維持醉漢不見的痛苦, 死亡被殘酷的劍搞死, 因爲所有這些我們永遠記得聖彼得, 聖保羅,聖馬修,聖約翰等, 一切透過聖靈的力量征服這個被小魔化的世界, 都去了我們的父親。 他們為真理而生命, 原著他們真正的道路, 全能的上帝的很多個子都被咬傷, 折磨,殺害和拘留。 野蠻行為持續了幾個世紀。 天主教徒,穆斯林,新教徒, 國王和世間上很多領導人對全能的上帝的真正個子 犯下了痛苦和野蠻的罪行。 在所有時代,追求全能的上帝判斷, 他們灑血淚了, 仍然是他的皇位前哭一。 他珍貴的兒子的血灑都一直沒有停止到現在。 最榮幸的天使,如 聖加布呂埃爾, 聖邁克爾,聖拉斐爾, 聖法努埃爾等, 我們的母親聖維爾瑪麗, 他們都站在人類的律師面對全能的上帝寶藏。 因為,我們的父親有不可估計的內心, 因為,他要他的生物的人, 他經常聽到和聽到所有的判決, 從速播又緊急行動。 面對審判寶座, 在右邊的人姓維爾已經結婚的律師和最高天使, 如聖加布呂埃爾, 聖邁克爾,聖拉斐爾, 聖法努埃爾等。 另一邊, 他身愛兒子的孫血和痛苦, 他們一直被屠殺被殺為他的判決而哭一。 近二千年來, 我們的父親全能的上帝吸引了他的憐憫。 透過這樣做, 他等待人類善良悔改、改革, 並來到他的感官, 但經過幾十年又幾個世紀的年代, 他的內心變得稀薄, 有這麼多爭論和追求全能的上帝沒有拒絕我們的母親性性、 沒有結婚和最高角度的憐憫追求, 接受他們的憐憫追求, 他經常被他的卸臉。 但是, 隨著時間的流逝, 時間本身清楚地表明, 人類的罪行和罪變多麼嚴重。 他都變得如此清晰, 人類善良從來沒有轉身或悔改成為真正的道路。 相反, 他們深深去從來沒有見過犯罪和罪。 年老, 這麼多次重複憫和卸臉並無令他悔改, 都有限的懲罰並無令他離開的感覺。 全能的上帝, 聖五世, 最高的天使和所有聖人神的人, 他們最好的努力帶來了什麼? 2000年的不懈努力和內心並無令人類回到他的創造者仁慈之手。 今日的所有症狀都來抓住你, 從來沒有見過的力量, 尤其是你們這些領導人, 你們所有的安全, 司法, 行政機構, 以及你們所有的學行話, 黨支部和軍事力量是主要目標, 所有世界領導人, 包括我本國領導人, 無一例外, 都是即將到來的地獄, 苦難和毀滅的主要目標。 你無一分鐘的時間休息或睡覺, 你將為你所做的一切邪惡行為負責。 所以,當你忍受這些看不見的消費過程, 你必須知道和記住這些你將被審判, 你會受到懲罰和拘留, 所有這些都將跟對你右手的責任對你負責。 所有正當的司法程序, 都將在某些塞俄比亞進行和舉行。 你將不得不選擇, A, 地球上所有有任何責任的人, 必須心甘情願地來到法庭, 把住在某些塞俄比亞, 如果你願意這樣做, 你將有一個正義與全能的上帝人, 或, B, 你們當中那些不肯來到法院的人, 意味著你們已經決定連對所有即將來臨的地獄, 所以對於你們毀滅的所有結果, 沒有人會負責, 只有你。 任何採取行動, 具有看不見的破壞力行動, 都永遠不會停止, 直到他們抹去你, 認你到長期深的痛苦, 甚至進一步讓你黑頭死亡。 你必須肯定並知道沒有出路, 唯一的救濟和解決辦法是向法庭交道法庭, 該法庭將在某些塞俄比亞設立。 因此, 他會在我可憐的小屋內完成, 你會被一個可憐的個子和全能的上帝的仆人審判。 一個簡單的赤貧的人, 你稱他為精神病患者, 瘋子, 和幻想的人, 但不管你說什麼, 你是對的, 我是, 我是一個悲慘的人, 一個垃圾商, 沒有人認為我是一個有點價值的人, 所以一切都是正確的。 但現實並不下你們所假設的, 現實是, 正如你們都說的, 我的確是一個罪人, 沒有價值, 但當全能的神的恩典被添加到我, 我們需要在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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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不理你信不信, 雖然我對你們什麼都不是, 但恰恰相反, 我是萬能的神有價值的東西。 一國王, 十八所有他創造了我, 他撫養我, 他帶領我透過我所有的年齡在所有, 請原諒我深深的罪孽, 我在我的所有年齡, 與我知之道, 都知情, 我們的老父全能的上帝請到我把聲, 是由我的靈魂, 心靈和破碎心充滿了淚水來到你, 我準備走真正的人生道路, 你照亮了所有我信於你們的人類, 在你的憐憫中, 在你的愛中, 在你的真實判斷中, 我永遠不會再偏離你的恩典, 我永遠不會回到讓你憤怒的罪中, 你是其他上帝不喜歡你的唯一上帝, 我只崇拜你, 你心愛的母親和最尊敬的天使幫助我, 也請求憐憫所有人類種族犯下的罪。 我接受並遵守, 都遵守你真實和神聖的話語, 行之會, 命令和命令, 是寫在奧伊塞俄比亞東正教特瓦多教會的聖經, 名為塞瑪尼阿哈道。 我將被洗禮為奧伊塞俄比亞特瓦多東正教的真正值得信賴個兒子, 並致力於遵守, 做同遵守所有法律和教義。 我會接受和做根據你的三個消息, 發送到, 所有人類透過你信任的兒子, 請阻止我遠離地獄和災難, 都接受我作為你的兒子。 阿門! 你必須祈禱, 正如我上面說的, 用眼淚遮蔽你的臉, 如果你這樣做, 你是安全的。 我相信我們的父親會讓你再生, 隨著時間的流逝, 會聯憫你, 衡量你的可信道, 我們領主值得信賴的仆人都會知道你的可接受性。 要停止一切災難, 破壞和毀滅, 你必須知道以下幾點, 也就事說我他信任過兒子和別人, 如果我相信, 你已經做了, 正在做, 並按照我們的父親全能緊的上帝命令和命令, 都如信息所說, 我都將請求他的憐憫, 停止所有措施, 採取行動緊。 法律強制, 透過掩蓋自己以魔鬼的名義給法律和民主, 並執行你的行為, 以槍的力量, 你讓地球成為地獄的另一面。 就是我們今日所看到的, 每個國家領導人都說, 所有人民都說, 他們相信同需要民主。 但是,透過這些民主, 每個領導人都以民主的名義拘留, 殺害, 折磨和做任何他喜歡做的事, 全世界人民都為所謂的民主而哭一緊, 意味著他們的上帝就是民主。 所以,如果民主是他們的一切, 那意味著他們的上帝是民主的創造者。 魔鬼, 是事實無或多或少。 但是, 當你來到我這裏, 我無權被你的法律、憲法、 人民或任何陳世的官, 或你的上帝魔鬼。 但是,我是全能的上帝個子 和伯仁萬物的創造者, 所以,他選我為他的話, 為他服務。 所有的信息都對你什麼都不是, 因為正如你信同說, 所有的信息都是生理人創造的詞, 說任何你喜歡說的話, 都是你的權利, 也滿足一段時間, 但記住, 也聽, 我被賦予了地球, 天堂和我們人類的創造者的能力, 我們統治的不是你的法則, 而是全能的上帝我們的父母的會同秩序。 再次記住, 我是祂信任的兒子, 祂心愛的兒子, 祂神聖的話語的仆人。 我有權都有權發布, 並下令任何我認為是正確的服務祂的名的名。 所以基於我的父母全能的上帝每人意同名, 我下達了以下命令, 由你聽都是不聽, 你可以笑, 形或不讀他, 一切都是你的決定。 以下是病單, 父一一切來到你, 懲罰你, 根據前兩個消息和這個執行決定的訊息, 全能的上帝, 我特此命令, 以我父母的名全能的上帝所有的行動都按照所有三條訊息, 我特此命令, 由我的父母全能的上帝每名, 所有將採取你永遠不會和不會停止行動, 除非祂的伯仁要求祂的憐憫, 停止所有的消費行為, 我應該要求祂的憐憫和卸臉, 除了這個沒有出口比。 3. 除非你跪在我們父母的會同命令全能的上帝, 以及如果你不服從祂信任過兒子, 誰將統治愛塞俄比亞, 沒有憐憫、沒有和平, 沒有休息、沒有呼吸時間, 沒有生存的希望被給予, 直到被判刑的人成為垃圾傷, 並被他們的手黑肚。 15. 我和你們正在服全能的神的要人, 命令和命令, 所以不要害怕, 站穩格根,面對敵人, 你應該毫不動搖, 你知道是誰在守護你遠離這個被自小魔化的世界。 對於我們世界的管理者和總督, 1. 所有世界政治領導人和官員, 所有軍官,所有安全機構, 所有司法機構和所有行政官員, 記得並理解,你的權力以及你的所有指揮, 判斷和管理職責由本行證明令發佈和簽署之日起職被抹去。 你應該知道, 全能的上帝的每一個懲罰隻手都會鬆動, 並且會開始帶走你, 所以沒有人會例外。 即使你停留了一段時間, 你必須清楚, 並不意味著你會留在權力或生存的權力, 但相反, 你暫時留在權力是允許的, 直到所有有罪的懲罰和破壞完成在適當程序, 對你們所有被小魔化的世界領導人和你們全身行話。 2. 由全能的上帝行政命令簽署, 全世界所有的管理機構, 你所有的權力都透過, 抹去和剝奪你所有的惡魔授予的權威。 3. 從這個時候開始, 世界上每一個權力, 只能是一個真正的和永久的權力和權威。 當我的父親全能的上帝命令和允許, 也以他的名字我他的國人發出並簽署他, 是保持權力的唯一方法。 除非這樣做, 否則地球上任何權力都是接受不到的。 如果看起來, 他將被由地球上抹去, 並舉例說明看不見行動。 4. 任何權力管理當局我以我父親全能的上帝, 無論是臨時的還是永久的, 指定, 簽署和命令的, 將是一個真正的權力和祝福的權威。 將是為神的要願服務的力量。 他將站穩腳跟, 和平將統治, 一切, 日常生活將回到正軌, 生活將更新, 一切社會, 經濟, 精神, 行政和司法活動都將成為可行的神聖生活方式。 地球上的一切都會得到我們的父親全能的上帝的祝福。 5. 只有到那時, 我的父親的怒火全能的上帝將開始冷卻, 超越無更多,無更少, 完成。 我告訴你他完成了。 我讚美, 尊敬我敬愛的父親全能的上帝, 由於祂是我的一切, 我真誠地感謝我的母親姓儲女結婚, 她站在我所有喜喜樂樂。 我都向最高的天使們表示感謝和通心的愛姓米加爾, 姓家暴女奧爾,姓老法爾,姓法老奧爾,姓 拉蓋爾,姓,拉塞爾,姓,薩克爾,姓阿夫明。 簽署, 2001年7月27日, 埃塞俄比亞日曆。 日期, 注意對於這些郵件的受人尊敬的收件人, 尤其是你, 英國廣播公司, 受人尊敬的國際媒體, 我給了你五至七天的時間, 如果你不肯這樣做, 我有很多地址, 所以我會有機會。